第三千三百四十一章二长老 抱歉了 组长前辈 凌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的歉意 行走在外 自然地小心从事 我发现了不朽大地的道场还并未告知前辈 白银古族 该不会怪罪在下吧 说话之间 凌晨也是在观察着天庸准地的神色 这是既然被对方给发现了 那他即便是隐瞒也没用 对方现在肯定已经猜到 那股山的下方 存在着不朽大地的道场 怎么会天庸准地摇了摇头 笑盈盈地道 不朽大地的道场 本来就是留给他的后人的 并非留给我们白银古族的 如今刚好被你找到 也算是物归原主了 事到如今 即便他心中不满 自然也不会说出来 现在道场的好处已经尽归凌晨 就算他想索要 难道就能索要地回来吗 那就多谢族长了 凌晨向着天庸准地拱手道谢 伸手不打笑脸人 更何况人家没有计较 他又何必惹事 小友 不知不朽大地 有没有留下什么遗物 天庸准地的眼中泛起了一抹金光 开口问道 既然这不朽大地的道场 已经没有了什么利用价值 那么就转向其他方面 如果能够找到一些关于不朽大地的踪迹 那就意味着他能够找到星辰大地的下落了 没有 凌晨摇了摇头 族长可以进不朽大地的道场一关 便都知道了 天庸准地点了点头 随即便和凌晨进入了古山内部 然而 在几人进入古山内部的时候 在那附近的外界 却出现了一道人影 正在远观着古山上的情形 此人 乃是白银古族的二长老 修为直笔身为族长的天庸准地逊色一筹 是古皇级别的存在 方才凌晨悟到突破的那一幕 全部都被他看在眼里 居然是不朽大地留下的道场 这位二长老的眼中涌现出了一丝贪婪 不朽大地留下的道场 里面肯定有不朽大地所遗留的神藏吧 不朽大地 那可是天狼星系的传说 就连他们白银古族的星辰大地 都跟随了不朽大地的足迹而去 二长老的目光一阵闪烁 天庸准地已经进去了 等对方出来的时候 问清楚刚才是怎么一回事就是了 此时凌晨和天庸准地已经进入了古山内部 视线当中 不朽大地的道场还依旧完好无损 只是不朽之气淡了许多 且大道神徒已经消散 不过正如凌晨所言 这道场中已经没有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天庸准地想在此处寻找到一丝不朽大地的线索 当然也是宣告失败 不朽大地离去的线索 凌晨自己还想要呢 但是很可惜这地方并没有 不朽大地只是留下了些许指引 便飘然而去 不知去向 可惜 不朽大地什么都没留下 一丝线索也没有 难道他是担心 会有人跟随他们而去 前往那神秘的星空深处吗 天庸准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的要求不高 只是想知道自己的老祖 星辰大地的去向 可即便如此 他也没能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从星辰大地那里找不到 到了不朽大地这里 照样如此 前辈何必多想 或许两位大地并不是这么想的 此处只是一座寻常的道场而已 凌晨摇了摇头 不朽大地没有在此处留下线索 恐怕并不是不朽大地不想留 而是或许那个时候 不朽大地本人也并不知道自己的路在何方 他能留什么样的线索下来 希望如此吧 天庸准地点了点头 老夫只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追寻先祖的足迹 前往域外的神秘星空 只可惜 天狼星系周围的星空 绝大多数都是死星 至今还没能探索到更高级的星域 天庸准地虽然只是准地 但却拥有着一颗大地之星 只是这天狼星系的周围 并没有更高级的文明存在 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死星 黑洞 暗星空 根本无法探索 只有大地 才有能耐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不朽大地正是其中之一 但是当初从他们白银古族的老祖宗 星辰大地那里 天庸准地得知了这星空中有一条地路存在 这条地路通向的是一个未知的无上星域 前辈的想法和在下一样 凌晨点了点头 他何尝不是想追寻不朽大地的足迹 探索星空古路 寻找志强的大道 凌鱼小兄弟 今日关于这不朽大地道场的事情 你可千万别和其他人说 否则 必会引来杀身大祸 天庸准地神色凝重地看着凌晨 似乎是出于好意 叮嘱了一声 凌晨点了点头 关于不朽大地的任何一点消息 在这天狼星系之中 都是禁忌 会引发疯狂 但是让他好奇的是 这天庸准地为什么要提醒他 难道真是他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了不成 想想也确实 若是这名准地真想要对他出手 集合整个白银鼓足之力 难道他会有反抗之力吗 这几天 凌鱼小友便先留在我白银鼓足吧 现在外界可很不太平 恐怕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你 天庸准地道 凌晨听罢心中一惊 从天庸准地的眼中 他似乎看到些许意味深长的光芒 难道说 这天庸准地竟然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不过就从对方所看到的东西来判断的话 的确能够猜到他就是外界传的沸沸扬扬的原始神体 凌晨 可对方即便猜到了他的身份 也并没有当面拆穿他 看来此人是真把他当自己人了 一念及此 凌晨当即便向着天庸准地拱了拱手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天庸准地点了点头 玄机转过身对着白珊珊说道 此间的事情 不要和任何人说 不朽大地道场和铃鱼小友的事情 必须要封锁消息 即便是族内之人 也不宜让太多人知道 孙儿明白 白珊珊针了针手 她的眼中还残留着一丝惊诧 想不到这个自己路上遇到的家伙 竟然会和传说中的不朽大地扯上关系 引得族长如此看重 连族中之人都要隐瞒 以保护凌晨 第三千三百四十二章妇人之人 这样一来 反而搞得凌晨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之前她还收了白珊珊大量的报酬 现在却被这天庸准地当作上兵对待 倒显得她有点不厚道了 族长 就在天庸准地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凌晨向着她拱了拱手 道 在下有件事情 想要咨询一下 什么事情 天庸准地止住脚步 面露一色 不知道前辈可知道 哪里有远古凤凰神药的消息 凌晨想在这天狼星系之中 寻到远古凤凰神药的消息 已唤醒还在沉睡中的徐若焉 远古凤凰神药 那可不是什么好找的东西 天庸准地陷入了沉吟当中 倒不是说这远古凤凰神药难找 而是所有的远古神药都极为难找 大部分都已经销声匿击了 在五界是如此 在这天狼星系之中 也是如此 这样吧 我这就命人打探远古凤凰神药的下落 一有消息 便立马告诉你 那就多谢前辈了 凌晨点了点头 念了一丝感激之色 等天庸准地离开之后 看来白银古族这边 也是对于星空古路之事一无所知 这样一来 就只能我们自己去找了 凌晨的脸上 露出一抹若有所思的表情 你不是刚刚委托了这天庸准地 请他帮忙打听远古凤凰神药的下落吗 楚皇看着凌晨 说道 再待几天看看吧 凌晨点了点头 如果半个月后还没有消息 我们就离开白银古族 继续出发 毕竟远古凤凰神药那种东西 在五界中已经绝迹 这天狼星系中也未必会有 那便只有继续探索星空古路 才有可能寻到一株远古凤凰神药 将许若烟就醒 白银古族这里既然没什么线索 那他们就得自行去寻找星空古路的下落 此时 天庸准地刚刚离开古山 便被白银古族的二长老给截住 族长 二长老向着天庸准地微微躬身 脸上露出一抹十分灿烂的笑容 二长老 你怎么在这里 天庸准地的眼瞳微微一缩 族长 老夫也是无意中路过此处 不过那股山中的事情 老夫却大致能猜到 二长老的眼神一阵闪烁 到那里是否发现了不朽大地遗留的神藏 那可是属于我们白银古族的东西 不会被那个叫淋雨的外来小子给窃取了吧 他刚才看得清清楚楚 凌晨借助了那不朽大地的道场突破了修为 对方肯定是从那当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竟然引发了那等惊人的异象 大道神徒都显现了出来 那的确是不朽大地留下的道场 只不过那虽然在我白银古族境内 却并非是我们的东西 天庸准地摇了摇头 那淋雨小友作为不朽大地的传人 他获得了道场的力量 从中得到了天大的好处 悟到突破 这无可厚非 而且 如今那不朽大地道场中的力量 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没有了什么太大价值 此事就不必声张了 如果那不朽大地道场还有价值 天庸准地还会争取一番 可现在 不朽大地的道场 基本上力量都被凌晨给消耗光了 用处不大 这种时候 还不如转为交好凌晨 这个不朽大地传人 后者潜力巨大 他日若成为一代大地 岂不是他们白银谷族有力的强远 会不会 那道场中本来有神藏存在 但被那个叫淋雨的小子给吞掉了 毕竟这小子要是得到了 他肯定不会说出来 族长可不能轻易地被此子给蒙蔽了 那可是属于我们白银谷族的神藏 二长老的心中大动 一位大地留下的神藏 想想就觉得非同凡响 他现在已经非常确定 一定是凌晨吞掉了神藏 不过以凌晨的修为 即便私吞了不朽大地的神藏 也不可能再一时半会消化掉 肯定会有大量剩余 还可以让对方吐出来 根本不会有什么神藏 天庸准地摇了摇头 只是一场道场而已 不要脑补太多 如果真有神藏在这古山之中 本座岂会探查不到 好了 回去做自己的事情去吧 说吧 天庸准地便身形一闪 直接离开了此地 然而二长老望着凌晨所在的古山方位 眼瞳中的光芒却是闪烁不止 很显然 他依旧没有放弃脑海中的念头 不过 天庸准地都发话了 显然他无法对凌晨下手 只能想点其他的手段了 在眼中闪过一丝阴冷之后 二长老便暂时离开了此处 茫茫夜色之中 白银古族深处 二长老的宅邸内 一名黑衣人 正在和二长老商议着什么 你确定 那小子得到了不朽大地的神藏 黑衣人的眼中流露出异动之色 显然对于这不朽大地的神藏 也是非常感兴趣 八九不离时 二长老点了点头 这小子蒙蔽了族长 可却骗不了老夫 不朽大地留下的东西 哪怕只是普通之物 那也是无价之宝 就算没有 这小子是不朽大地的传人 如果老夫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就是这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的原始神体 体内拥有最强宝血 他本人就是一个宝库 什么 此话当真 那黑衣人的眼睛骤然一亮 这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的最强宝血 那可是整个天狼星系各方大势力所追逐的物件 其价值可想而知 就算黑衣人没见过凌晨 但也知道凌晨体内的宝血可以提炼出最强基因液 光是这点就足以让世人疯狂 若是这样 难道天庸准地会不知道那小子的身份吗 他为何不自己动手 黑衣人表示有些疑惑 族长太仁慈了 二长老摇了摇头 他顾念不朽大帝和我们白银谷族之间的情谊 觉得这小子既是不朽大帝的传人 便应该当作朋友对待 殊不知这是妇人之人 只要能让我白银谷族走向强大 一切手段皆可用 更何况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子 第3343章夜席 所以这个恶人 必须由我们来做 二长老的眼中 陡然闪过了一抹灵力光芒 看向了黑衣人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放心 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 黑衣人咧嘴一笑 嘴角掀起了一抹弧度 何况关乎到大地神藏 最强宝血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此番我出手 必定活情了那小子 将此子身上的机缘尽数剥夺 他此番出手 必定一击集中 这可是在白银谷族 若是失守 恐怕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你速去吧 二长老这才点了点头 我等你的好消息 这黑衣人的确不是泛泛之辈 他们曾经合作过许多次 从无失守 黑衣人的身份 乃是圣堂组织的二首领 是暗杀界的超级高手 就算是神王九重天的高手 都曾死在了这黑衣人的手中 更别说一个小小的凌晨了 话音落下 黑衣人便身形一动 闪眉在了黑夜之中 消失不见 望着黑衣人消失的背影 二长老的眼中闪动着嘶嘶寒芒 凌晨 应该活不过今夜了 此时 凌晨仍在古山中修炼 不朽大地留下来的道场 仍旧还有着一些残余的不朽之意在 凌晨要做的 就是将它们都吸收干净 可不能浪费了 这些都是不朽大地留下来的 对方的不朽神体至少在七重以上 甚至有可能达到了八重 九重 那等强大的不朽神体所遗留下来的力量 自然是不容小觑 然而 忽然间 凌晨却感受到外界奇迹的变化 默然睁开了眼睛 停止修炼 而几乎在此同时 蜀黄也是被惊动 有人来了 蜀黄的面色微微一变 静止被惊动了 有人悄悄地潜入了近来 恐怕实力不弱 自从上次被天庸准地破除了此地的静止 蜀黄便没有再在这古山附近再布置静止了 只是留下了一道简单的正文 白银古族既然是朋友 似乎也没有必要再设防了 但有人触发正文之时 静止还是会被触动 被蜀黄所得知 凌晨摇了摇头 深夜造访 必定不是什么善类 就说了那老家伙不靠谱 蜀黄的目光闪烁了起来 该不会是那天庸准地想对你下手吧 应该不会 凌晨只是稍作陈吟 便摇了摇头 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以天庸准地的实力 根本不必如此偷偷摸摸 但是能够知道他在此处的 恐怕只有白银古族的人了 也就是说 虽然不是天庸准地 但他却被白银古族的其他人给盯上了 一道黑影 却已进入了古山内部 竟然已经出现在了道场之中 如今的凌晨 已经成为了这座道场的主人 一旦有生命气息出现 便立刻被他感知到 当即目光望去 便将那一道黑影锁定 这里果然别有洞天 小子 快将不朽大地的神藏交出来 本座还能饶你一命 否则 今日本座便灭了你 剥夺你的一切 圣唐二首领与其森然 仿佛已经将凌晨视为 是砧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你是什么人 凌晨神色淡漠地望着黑衣人 脸上却是古井无波 你深夜造访 天庸准帝可知道此事 少拿天庸准帝来压我 今天就算是不朽大帝在此 也就不了你 圣唐二首领没打算再和凌晨废话 燕陡然一步迈出 他一拳打出 身体周遭 仿佛凝聚出了炼狱之火 穷穷火焰 充满了整座道场 然后凝聚出了一尊火焰巨人 滔天火焰肆虐 眼看就要烧到凌晨的身上 将凌晨给焚烧成灰烬 但就在这时候 凌晨双手结印 天火之力以他的身体为核心 席卷而开 将他的身体给笼罩覆盖在内 以预外天火之能 要守护住凌晨 应该不是多难的事情 敌情未明 凌晨只有将自身守护好 他才能更持久地与此人战斗 根据初步判断 对手的实力似乎还在之前 所遇到的那位白眉神王之上 很可能达到了神王九重天的境界 小子 有两下子 不过很可惜 依旧挽救不了你的下场 圣唐二首领眼中森忙蹦射 神王九重天的恐怖实力爆发而出 他的身体默然向前暴射而出 和那一头火焰巨人合二为一 仿佛化身为一尊火焰修罗 战力倍增 不朽之剑 凌晨将不朽之意 冠入手中的静云神剑中 闪身而出 和圣唐二首领硬汉 五重不朽神体运转开来 凌晨一人一剑 深得不朽大地真传 攻防互捕 而圣唐二首领意识全法变幻莫测 每一拳都有惊天地气鬼神之威能 一转眼 二人激战在了一起 恐怖力量激荡 传递向了四面八方 此时 鼠黄正在不远处观看着此战 他并没有插手进来 而是就在那里看着这一战的进行 一双鼠眼中光芒闪烁 凌晨目前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的颓势 即便对手是一位神王九重天境界的高手 凌晨也足有余力应付 等凌晨实在无法应对之时 他再出手相助也不迟 另外他也想看看 凌晨这次在不朽大地道场中修炼的成果 要知道 凌晨在突破之前 便可和燃烧神源的白眉神王进行乐战 如今修为大增 就算这黑影拥有神王九重天的修为 那又如何 视线当中 凌晨和圣唐二首领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圣唐二首领攻势异常凶猛 但却始终无法压制凌晨 连同等级的强者都能击败 但是 他却迟迟收拾不了凌晨 本来 他是想要偷偷潜入 偷袭凌晨 如此一来 或许可轻易拿下此子 但他没想到 自己才刚刚动用前席之术潜入这古山之中 便被凌晨给发现了 让他的偷袭计划瞬间泡汤 只能悍然出手 和凌晨进行正面大战 然而 这圣唐二首领非但没有任何的气馁 他反而看向凌晨的目光愈发炽热 好小子 你果然在这座道场中得到了莫大的好处 不然以你这点修为 早已成为了本座的拳下之鬼 第33444章主场优势 这不朽大地不愧是横扫一个星系的传奇人物 留下的神藏也实在是拟天 居然能够让一个区区神王三重天的小子 和他这个九重天的神王相抗衡 这种级别的神藏 要是被他得到 那他岂不是能叫板准地了 甚至和大地抗衡了 李氏真的想多了 凌晨无语地摇了摇头 你似乎对这个地方存在什么误解 不朽大地将神藏藏于此处 还不如将神藏直接送给白银古族 何必如此麻烦 还需要遮遮掩掩 不朽大地他老人家的心思 岂是你我能猜得准的 然后这圣堂二首领却根本不听凌晨说的 他已经认定 凌晨一定从不朽大地那里得到了天大的好处 不然凌晨不可能如此逆天 这已经成为了证据 不管凌晨说 都改变不了圣堂二首领的想法 你现在嘴硬 等本座将你擒住 将各种酷刑都用在你身上 看你还如何嘴硬 圣堂二首领的眼中还忙闪烁 他手掌一翻 一座巨塔浮现而出 一股可怕的炼狱气息 从这座巨塔之中浮涌动而出 这是一件强大的古皇兵 名叫天坟炼狱塔 在圣堂二首领的手里 更是如虎天翼 这天坟炼狱塔高高飞起 悬浮在半空之中 似是一轮烈日 将整个古山的内部都照耀成了炼狱的颜色 压抑无比 随着这圣堂二首领一掌拍出 这天坟炼狱塔便陡然镇压了下去 要将凌晨的身体镇压成肉泥 凌晨就在这座天坟炼狱塔的下方 恐怖的力量将它压住 几乎让它动弹不得 杀 凌晨并未坐以待毙 想先出手 趁着圣堂二首领还未将这天坟炼狱塔 催发到极致 它一剑挥出 快如流星 东 然而 承受了凌晨这一剑 天坟炼狱塔却是纹丝不动 生生地承受住了这一击 再来 凌晨并未死心 继续出手 连续数剑斩杀而出 剑刚一道比一道凝炼 在无我之境的状态下 凌晨催动不朽神体 每一剑都是极难消磨的剑气 威力完全展现了出来 东 又是如同红中大吕般的声音响彻而起 那一座天坟炼狱塔 竟是被吉德出现了丝丝偏移 镇压之势迟缓了下来 圣堂二首领的眼神一沉 这小子的攻势 竟然奏效了 今天你似乎无法奈何我 凌晨仗剑而立 脚掌一瞪地面 一瞬间 百道剑气齐发 从他身上的各的毛孔中迸发而出 犹如风暴一般席卷而开 而凌晨本人 则如一尊古老的石雕一般 就算是天坟炼狱塔 也无法将其撼动 想当然的小子 给我震杀 圣堂二首领一声低吼 挥手将催发到极致的天坟炼狱塔 给打了出去 天坟炼狱塔释放出熊熊火焰 如同一颗恒星坠下 膝带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 简直要将整个道场摧毁 任凭凌晨再如何顽强 都必将被无情抹杀 能够死在他最强一级之下 也算是凌晨的荣幸 等将凌晨杀死 再夺其宝血和传承 去 凌晨依然不惧 身上其实快速攀升到巅峰 将静云神剑打了出去 砰 静云神剑和天坟炼狱塔碰撞在了一起 两股不同的力量冲撞在了一起 彼此消磨 形成了恐怖的冲击波 天坟炼狱塔虽然停在半空 虽然不断地释放出狂暴之力 但是却无法再向下压落分毫 静云神剑的剑体看似不大 但却十分稳定 拥有着对抗这天坟炼狱塔的伟力 你挡不住 或 圣唐二首领的眼中闪过一抹绿色 真身出现在了这天坟炼狱塔的塔顶 全力向下碾压 但与此同时 凌晨身上的气势却也是不断地攀升 源源不断地将力量注入到了静云神剑中 两人竟形成了势均力敌的抗衡 可恶 混账小子 以你区区神王三重天的修为 我倒要看看 你能撑得了多久 圣唐二首领勃然大怒 眼神阴沉 他大吼一声 体内的神力喷勃而出 他堂堂神王九重天的修为 竟然镇压不了凌晨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不过 就算凌晨能抗助一时半会 对方那点修为也注定他扛不了多久 但是 很快他便失望了 凌晨的身体 仿佛能够自行从这不朽大地的道场中获取能量 源源不断地吸收这道场中的不朽之气 让凌晨立于不败之地 凌晨一直保持最旺盛的状态 即便是和圣唐二首领大战了这么久 却并没有任何的颓势 圣唐二首领逐渐感到一丝不妙 因为他发现凌晨不仅比想象中的更难对付 对方居然还有主场优势 在这不朽大地的道场中 如鱼得水 有战力加成 让凌晨变成了一块啃不了的硬骨头 一时之间 圣唐二首领竟萌生了退役 但就在此时 静云神剑上绽放出璀璨神芒 剑刚冲销 将炼狱结界斩破 紧接着 天坟炼狱塔被一道剑刚击飞 树枝不尽的炼狱之火纷飞 化为了漫天火雨 下一刻 静云神剑再度迸发出数十道飞剑 斩破空间 闪电斑地展向了在后方的圣唐二首领本尊 圣唐二首领脸色一沉 他的一道道拳头怒轰而出 江飞剑轰碎 但是连续轰出数十拳 对他的消耗也不算小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 圣唐二首领终于不再犹豫 纵身而起 准备逃离这古山内部的道场 但是 就在他遇逃离之时 那古山的上方 却是浮现出了一道阵法出来 将道场的入口给生生地封死 圣唐二首领的身体 在和静止接触的刹那 身体便被震得倒飞了回来 一脸的狼狈 怎么可能 什么时候布下的禁止 圣唐二首领的脸色大变 来的时候还没遇到 这么棘手的禁止 怎么这一时半会 谁居然偷偷在这道场之中 布下了封锁的禁止 是谁 究竟是哪个混蛋干的 此时 蜀黄正躲在暗处偷笑 这一道禁止 自然是他的手笔 趁着圣唐二首领和凌晨 打得不可开交 他偷偷地在这道场的周边 布置了禁止 将此处完全封锁 围的就是瓮中捉鳖 不给这圣唐二首领逃走的机会 第3345章斩杀 看来阁下今天是走不掉了 凌晨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冰冷的弧度 不如现在投降 且将你的同党攻出 或许可保得一条性命 哈哈 就凭你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真以为本座没办法了吗 圣唐二首领怒及返校 这小子今日保住了一条狗命还不满足 没有任何的手软 凌晨便猛然一步踏出 手中的静云神剑猛然挥出 一招融合的天剑式暴战而出 从虚空中横急而出 此消彼长 这一剑闪电斑披中了圣唐二首领的右臂 闪电斑地将其整条右臂给斩飞了出去 口中惨叫一声 圣唐二首领一脸的骇然 先前脸上的疯狂之意尽数消失 这一下他完全清醒了 但可惜为时已晚 小子 快助手 圣唐二首领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凌晨 连忙吼叫道 你知道本座是谁吗 速速打开静置 放本座离开 否则你必将大祸临头 然而凌晨却根本没打算搭理他 反而是审笑了一声道 恐怕要是将你放了 那才真的是大祸临头 凌晨毫不手软 剑出如虹 不断地斩集在了圣唐二首领的身上 留下一道道血痕 哪怕这圣唐二首领拥有着神王九重天的雄厚修为 也经不住这样的持续重创 这时候 圣唐二首领就连丧家之犬都做不成了 他连忙窜向了头顶上方的静置 想要强行破开静置 但就在这时候 从那静置的另一端 却忽然出现了一头巨鼠 张开嘴巴 将圣唐二首领的脑袋给直接咬了下去 嘎吱 没有任何悬念 圣唐二首领的脑袋就被鼠黄给咬了下来 然后抱了开来 但是 从鼠黄的嘴里 确实飙射出了一道光芒 正是那圣唐二首领的神魂 从抱碎的脑壳中逃了出来 想要逃窜 只不过他才刚刚逃出 就被鼠黄给掐在了手中 就像是小鸡仔一样被抓住 动弹不得分毫 二话不说 鼠黄便张开嘴巴 准备将这圣唐二首领的神魂吞入腹中 不 不要 圣唐二首领肝胆剧烈 没想到这眨眼之间 他就变成了凌晨砧板上的鱼肉 带宰的羔羊 说说是谁派你来的 凌晨制止了鼠黄 玄机目光淡漠地望着圣唐二首领 是白银鼓足的二长老 圣唐二首领哪里还敢隐瞒 为了保命 他立刻就将圣唐二长老给攻了出来 二长老说你得到了白银鼓足的神藏 体内还有最强宝血 是无价之宝 这才让我铤而走险 想将你擎拿 夺你神藏 虚拟宝血 二长老 凌晨的眉头唯唯一皱 他和这白银鼓足的二长老 那可是素不相识 对方之所以起了歹念 只怕是之前他突破的时候 闹出了太大的动静 不朽大地的大道神徒显现 不朽之意冲天 让这二长老误以为他得到了不朽大地的神藏 而且知晓了他的真实身份 看来这白银鼓足的内部 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凌晨暗暗摇头 族长天雍准地应该不是个两面三刀的人 那便应该是这二长老自作主张 不然也不会暗中派人对他出手 这家伙怎么处理 蜀黄一边看着凌晨 一边舔着舌头 神王九重天强者的神魂 必定十分可口 对于是神鼠而言 能够吞噬欲强大的东西 自然对其实力提升也欲有帮助 神王九重天强者的灵魂 对蜀黄而言 也是十分嘴馋的好东西 圣唐二首领文言 面色漠然一变 你们不能杀我 本作是圣唐组织的二首领 你们若杀了我 就是和劫掠者势力为敌 圣唐 劫掠者势力 凌晨的眉毛一挑 旋即挥了挥手 蜀黄 吞了他吧 好了 蜀黄早已急不可待 一口便将那圣唐二首领的神魂 给吞进了嘴里 大口咀嚼了起来 他本来还考虑此人的利用价值 但一听说这家伙 居然是什么圣唐组织的二首领 有仇不报非君子 上次空间跳跃失败 就是这圣唐组织的锅 蜀黄将圣唐二首领的神魂吞噬 脸上立即露出了一抹十分享受的表情 至于凌晨 则是破开了圣唐二首领的身躯 取走了后者的神员 一名九重天神王的神员 那可是相当精纯 对于修为的提升有大帮助 凌晨 这个圣唐二首领只不过是一杆枪而已 其幕后的真正黑手是白银古族二长老 蜀黄的眼中 陡然闪过一丝冰朗 我们用不用现在就出手 斩杀这名二长老 以绝后患 白银古族的二长老 恐怕不是泛泛之辈 至少也有古皇级别的实力 凌晨摇了摇头 面色陷入了沉吟之中 而且我们要是杀了此人 就会得罪整个白银古族 树立一尊强敌 现在白银古族对他们还算友好 这二长老终究只是极个别 但要是他们杀死了白银古族的二长老 恐怕请客之间 他们便会成为敌人 凌晨不是莽撞之人 这种事情 还是想一个更为稳妥的方法才是 我们去找天庸准帝 凌晨的眼中 陡然闪过了一抹灵力光泽 我们将此间的事情 告知天庸准帝 让他来定夺此事 那二长老终究是白银古族的人 还是要由白银古族自己来处理 而且这位元二长老和圣堂组织这种截略者势力相勾结 这应该是犯了白银古族的大忌了 对方背着天庸准帝 只怕是干了不少事情 走 当机立断 凌晨便和蜀黄一起 离开了这座道场 消失在了白银古族族地的深处 第三千三百四十六章请君入论 白银古族深处 大殿之中 凌晨和蜀黄二人 与白银古族的族长 天庸准帝相悲而坐 当天庸准帝得知 有人居然胆敢在白银古族之中 行凶的时候 也是顿时勃然大怒 但是在听到那行凶之人的名字时 他却又沉默了 你们说 偷袭你们的人 是受二长老所指使 天庸准帝陷入了沉吟之中 目光闪烁不定 不错 凌晨点了点头 这是那圣堂二首领亲口所说 本该留下此人性命作为证据 当场对职 但不想却失手杀了此人 不过 这种事情 想来不可能不留下痕迹 只要稍微一查 便应该能够查到了 这二长老和圣堂这种劫掠者势力勾结 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 想不到 二长老竟然起了贪念 不惜私自动手 天庸准帝眼神闪烁 如果是其他人 他或许还会有所怀疑 但这个人是二长老的话 那恐怕十有八九就是了 因为昨日见到二长老的时候 后者鬼鬼祟祟 而且提到了不朽大帝的神藏 他本以为跟后者解释清楚了 没想到对方还是起了不该有的心思 更让天庸准帝没想到的是 二长老竟然和劫掠者势力相勾结 夜袭凌晨 二长老此举有损我白银谷族的颜面 不可饶恕 本座这就照他前来 严惩于他 天庸准帝放话道 族长就这么把二长老叫来 他未必会扶手认罪 凌晨摇了摇头 再下道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二长老无话可说 什么办法 天庸准帝的眉毛一挑 要是能让二长老主动认罪 原形毕露 那自然是在好不过 只需如此 凌晨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此时 在白银谷族身处的一座山峰 二长老还在来回跺步 等待着圣唐二首领的好消息 在二长老看来 以圣唐二首领那神王九重天的修为 对付凌晨一个不过神王三重天的小家伙 那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不过这个时候 圣唐二首领也该回来了 二长老放开神室 感应周围 就在此时 一名黑衣人来到了周围 回来了 二长老面色一喜 旋即便陡然走了出去 黑衣人静止走来 露出了真容 正是圣唐二首领无疑 可有成功 二长老神色凝重 成功了 圣唐二首领点了点头 不过那小子十分顽强 不好对付 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方才将其击败 二长老面色狂喜 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 当即他开始东张西望起来 开口问道 那他人呢 视线当中 却并没有看到凌晨的身影 正当我想要取神藏和宝血的时候 没想到 此子竟然精通正法静止一道 将自己给封锁在了那股山之中 我一人之力无法破解 所以只能回来找你帮忙了 正法静止 二长老的眼中泛起了一抹诧异 旋即陷入了沉吟之中 在股山的周围 他的确察觉到了一股极为不弱的静止波动 圣唐二首领所言 的确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走 二长老点了点头 旋即和圣唐二首领一起 向着古山所在的方位暴略而去 古山 二长老和圣唐二首领二人 没过多久便来到了此地 那小子 就将自己所死在了古山之底 不朽大地的道场也在这下面 圣唐二首领道 二长老没有任何迟疑 便和圣唐二首领进入了古山内侧 视线当中 果然是有着一座巨大的道场 二长老当即面色默然喜 但稍后他立刻扫视四周 却是不由面色一尘 那小子人呢 二长老并没有发现凌晨的气息 当他回过头看向圣唐二首领的时候 他的头顶上方 一道静止却是被默然启动了开来 笼罩住了他的头顶上空 不好 终继了 二长老惊呼一声 知道自己上当了 旋即他那森然的目光当中 圣唐二首领却立刻撤身后退 显然是心虚了 该死 你是什么人 还想走 二长老勃然大怒 这人根本不是圣唐二首领 竟然敢将他带到如此危险的地方 简直岂有此理 等他擒住对方 一定要后者付出惨痛的代价 然而 就在他的攻势 即将命中那圣唐二首领的时候 从那黑暗中却默然冲出来一道人影 只是手掌一番 便悍然打出了一道手印 打向了二长老 砰 二长老的身体被狠狠拍中 直接遭到了镇压 在手印的压迫下 他被破跪在地上 脸上浮现出了惊恐之色 这股力量 是准地 二长老 还不束手就擒 黑暗中的人影终于发化了 人影走了出来 赫然正是天庸准地 族长 二长老面色陡然一变 没想到天庸准地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而就在此时 圣唐二首领也是摇身一变 露出了真容 赫然却正是凌晨 点问 二长老这才恍然大悟 得知自己被凌晨给算计了 圣唐二首领呢 二长老目光闪烁 他怎么也没想到 圣唐二首领居然失手了 凌晨还活生生地站在这里 圣唐二首领 在这里呢 一旁的鼠黄拍了拍肚皮 脸上露出了一抹坏笑 什么 你把他吃了 二长老眼中的金色无以复加 堂堂九重天神王 竟然让一只老鼠给吞吃了 简直是岂有此理 二长老 你和圣唐劫掠者勾结 暗赞我白银古族的贵客 该当何罪 天雍准地眼神阴朗 盯着已经被镇压的二长老 你这种行为和背叛家族 有何区别 族长 老夫可没有背叛家族 老夫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家族考虑啊 二长老连忙辩解 若能得到不朽大帝的神藏 我白银古族必将大放光彩 傲视天狼星系 而您也有大机会可以问鼎大帝之境 到时候 谁还敢小觑我们白银古族 就连黄金古族 恐怕都要被我族所超越 第三千三百四十七章黄火洞 本作不是跟你说了 不朽大帝根本没有留下神藏 天雍准地眉头紧皱 你连我的话都不信了吗 即便没有不朽神藏 这小子的最强宝血也是无价之宝 能够让我们白银古族实力大增 二长老咬了咬牙 我这么做 那都是为了族群 并无半点私心 你以为 就你知道林鱼小友的身份吗 天雍准地的眼神依旧犀利 本作早已知晓 只是他乃不朽大帝的传人 而不朽大帝和我族老祖新臣大帝是至交好友 故而本作以林鱼小友为友 将其是为我族中同仁 可你却和劫略者勾结 想要害他性命 这不仅是违抗我的命令 也是在将我们整个白银古族陷于不义 按照族规 本作可以将你逐出白银古族 以景笑由 逐出白银古族 二长老的面色陡然一变 族长要为了这么个外人小子 主我出白银古族 老夫不服 他是什么身份 白银古族二长老 在白银古族中 地位比他高的 仅仅只有族长天雍准地和大长老二人而已 而现在 为了惩罚他 天雍准地竟然要将他这的二长老废除 他怎能心服 不服也没用 本作心意已决 天雍准地神色冷酷 族长 二长老也只不过是鬼迷心窍而已 在下认为 逐出白银古族的惩罚未免太重了 不如从轻发落 这时候 凌晨开口说道 这个时候 他要是落井下时显然不合适 不如趁机做一回好人 当个白脸 天雍准地这才神色稍缓 二长老犯下如此大错 必须重罚 暂且废去你的二长老职位 至于留不留你在族内 则交由长老会决定吧 说吧 他便挥了挥手 随即两名白银古族的高手走上前来 将二长老给带了下去 抱歉 凌晨小友 给你添麻烦了 在将二长老处理之后 天雍准地便立刻向着凌晨拱了拱手 脸色露出了一丝的歉意 此事和组长没有关系 组长何必内疚 凌晨摇了摇头 就算天雍准地是白银古族的族长 但他也无法杜绝其他人的野心 不过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 这天雍准地的确很重视自己 不然不会对二长老采取如此严厉的处罚措施 但从天雍准地的角度来看 二长老却是触犯了龙之逆龄 私自和劫略者势力勾结已是重罪 还对凌晨发起偷袭 这是在挑战他的底线 可以说二长老完全是最有应得 对了组长让您帮忙打听的远古凤凰神药 不知可有结果 凌晨问起了远古凤凰神药的事情 理不说本座岛险些忘了 此事还真有些眉目了 天雍准地点了点头 哦愿闻其想 凌晨的眼睛漠然一亮 没想到这天雍准地 竟然真打听到了这远古凤凰神药的消息 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即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你 你得到远古凤凰神药的机会也非常渺茫 天雍准地提前给凌晨打了一剂预防针 为了得到这远古凤凰神药 付出再大的代价都值得 凌晨没有丝毫犹豫 因为这远古凤凰神药是拿去救许若燕的 无论如何也要拿到手 既然你态度如此决绝 本座不妨告诉你 天雍准地神色为差 却并没有多问 玄机开口说道 这远古凤凰神药的消息 来自于一个名叫黄火洞的星空生命禁区 这黄火洞凶险无比 内有一位星空妖族的准地 黄后坐镇 就算是天狼星系的大帝 都不敢招惹此人 李若善入黄火洞 被他发现 必是死路一条 妖族准地 皇后 凌晨的眉毛漠然一条 心中却是十分震惊 没想到那黄火洞中居然由此等强者坐镇 那看来他想要得到远古凤凰神药 的确是困难重重 但是 此事即便是在困难 凌晨也必须要去做 我导有个主意 就在这时候 蜀皇忽然眼珠子转动了起来 似乎想到了什么办法 你有什么好主意 凌晨的目光落在了蜀皇的身上 什么办法 竟然能从一位妖族准地的手里 取走一株神药 那黄火洞如此凶险 若你贸然一人前往 必死无疑 除非 你能召集到众多高手 和你一起进入黄火洞之中 帮你分散那皇后的注意力 蜀皇眼神为宁地道 那怎么可能 凌晨摇了摇头 他在这天狼星系中 人生地不熟的 哪来的人和他一起闯黄火洞 就算是这白银鼓足 人家把你当朋友就已经不错了 你还想让人家和你一起去冒这么大的血 可能会遭遇灭顶之灾 这就太不厚道了 正常情况下 当然没人愿意跟你一起去 但你要是故意放出消息 说你去了黄火洞 你觉得那些天狼星系的大势令门 会有什么反应 蜀皇笑盈盈地问道 那些人恐怕都会被所谓的最强宝血吸引过来 随我一同进入黄火洞中 凌晨的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不过他们进入黄火洞的目标 不会是什么远古神药 而是我这个所谓的原始神体了 没错 蜀皇点了点头 他们肯定会被吸引过去 到时候虽然会承受点风险 但富贵险中求麻 总比进入黄火洞中 被那之母凤凰拍死墙 你说呢 太凶险了 天雍准地摇了摇头 眉头一皱 这是火上浇油 在火盆上跳舞 稍有不慎 便会万劫不复 光是一个皇后就已经够难对付了 还要将天狼星系的人族大势力卷进来 只怕到时候会乱成衣锅粥 而凌晨则将会成为一切危险的焦点 我倒是觉得可行 凌晨在一番思虑之后 却十分欣赏蜀黄这个大胆的计划 他知道 以他的实力 想要万无一失地进入黄火洞中 寻找远古凤凰神药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 只不过是多是少的问题罢了 第三千三百四十八章生命禁区 此事可得三思 天雍准地神色凝重 那黄火洞为我天狼星系的生命禁区 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除了那皇后之外 本身就是一出天绝之地 不适合人类生存 那洞中有着十分强悍的火元气存在 若没有足够强大的火焰抗性 很难在这黄火洞中久待 前辈说的这事的问题 凌晨点了点头 但脸上却并没有太多的紧张 不过对我而言 这火元气虽然难缠 但却不是没办法应付 这一趟黄火洞 晚辈是非去不可了 见得凌晨如此坚持 天雍准地也是叹了一口气 也并没有再劝说凌晨 只能点了点头 道既然你心意已决 本作也不再劝你了 不知道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帮到你的事情 前辈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凌晨稍作成盈 便已经有了主意 您只需将二长老放了 然后将我将前往黄火洞的事情告诉他 相信用不了几天 这天狼星系的各大势力 便都会知道这件事情了 天雍准地闻言 不由面色唯唯一尘 凌晨这是打算利用二长老替他散播消息 若二长老死不悔改 贼心不死 肯定会立刻将消息散播出去 但天雍准地就很奇怪 为何凌晨就觉得 二长老一定会做这种事情 明日我就下令赦免二长老 看他是如何反应 天雍准地点了点头 等于是答应了凌晨的请求 只不过 他究竟会不会如你们所愿 那样去做 本做可就不能保证了 这点无需前辈保证 凌晨笑着摇了摇头 二长老一定会这么做的 天雍准地还是不太了解这些人的人性 这二长老的贪念已起 岂是那么容易消除的 更何况对方因为凌晨 连二长老的位置都丢掉了 这口气 二长老岂能轻易咽下 凌晨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尽快将龙帝吞天燕和虚无化天盐融合 在前往黄火洞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至于其他的事情 就交给白银古族二长老去办吧 接下来 可就是对方的表演时间了 半个月后 白银古族深处 古山内部 凌晨正在此处 操控着体内的两种域外天火 进行最后的融合 龙帝吞天燕对凌晨是扶手贴耳 是凌晨掌控下的天火 而虚无化天盐早已被凌晨降服 只是一直以来 凌晨并未将这二者进行最后的融合 如今这黄火洞既然环境十分恶劣 火元气猖獗 那么优先将这两种域外天火融合 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花费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凌晨终于来到了融合两种天火的最后一步 凌 凌晨左手操控着龙帝吞天燕 右手操控着虚无化天盐 两种域外天火 都已经被凌晨凝炼得极为纯粹 然后猛地在凌晨的撮合之下 相融在了一起 两种截然不同的火焰颜色 相互进行融合 剧烈跳动 最后在凌晨的催动之下 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在凌晨完成融合之后 最后这合成的火焰 凌晨成了一种璀璨的四色火焰 虽然气息有些博杂 但是威能 却比以前强大了太多 成功了 望着双手中涌动的四色火焰 凌晨的嘴角也是陡然掀起了一抹弧度 这融合火焰的最终形态 终于凝炼成功了 这半个月时间 可总算是没有白费 趋无地言 望着这四色火焰 凌晨的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泛起了一个名字 这便是这新火焰的名字了 由此火在手 凌晨此番闯荡黄火洞 毫无疑问有了更大的底气 委托那二长老办的事情 想来应该差不多了吧 凌晨走出了古山内侧 半个月时间过去了 算算进度 在二长老的传播之下 想来现在的黄火洞 应该相当热闹了吧 不出你所料 楚黄咧嘴一笑 眼中闪烁着些许的嘲弄 那位二长老果然没有善罢甘休 如今这天狼星系已是风起云涌 各大势力纷纷出动强者 闯入黄火洞之中 想都不用想 这一定是二长老的功劳 凌晨点了点头 这件事情 可以给这二长老记一大功了 走吧 我们去黄火洞看看 凌晨对着鼠黄挥了挥手 旋即便和鼠黄一起动身 离开了白银古族 在临走之前 凌晨花钱在白银古族购买了一艘 可以进行星际航行的飞船 两人搭乘飞船 进入了星空 而黄火洞的位置 处于天狼星系的一个死星带上 这个死星带靠近一颗大恒星 所有的生命都化为灰烬 到处是火山喷发 惊人的火元气充斥了整颗星球 黄火洞的位置 就在其中最靠近恒星的一颗死星上面 上面的火元气极为暴躁 火焰肆虐 不断地将地面炸开出一个个大洞 凌晨和鼠黄乘坐飞船 来到了死星带周边 飞船根本承受不住这附近的高温 逼得二人只能下船行动 在这个死星带上 已经没有任何生命存在 只有依赖火元气生存的火元兽生存 这种火元兽并不是真正的兽类 而是火元气的结晶生物 诞生了自主意识 扑斥 凌晨的面前 一头火元兽被劈成了两半 这是一头堪比人类七重天神王的火元兽 放在这火元兽群当中 已经是首领级别的存在了 这种层次的火元兽 凌晨和鼠黄这一路走来 已经遇到好几头了 其棘手程度可比寻常的人类七重天神王大多了 在火元兽被劈杀之后 一枚火金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这是火焰精粹 凌晨的眼睛一亮 手掌默然将火焰精粹捏碎 下一刻 一股精纯的火焰之力便弥漫了开来 被凌晨的手掌给吸了进去 被凌晨的虚无地眼给吞噬 对于域外天火而言 这火焰精粹可是大骨之物 按照地图的标示 黄火洞的位置应该就在附近了 楚黄的手中拿着一份白银古族内的星图 上面有关于黄火洞位置的粗略记载 第3349章9为火焰 现在这个节骨眼 只怕那天狼星系各方势力的强者 都已经犹如火狼一般 冲进了那黄火洞之中了吧 凌晨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道 那必须的 楚黄点了点头 说不定已经和皇后搞起来了 走吧 该我们去看看好戏了 凌晨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弧度 他最喜欢看狗咬狗的戏码了 最好咬得很一点 这样就给他省力了 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远古凤凰神药 只要神药一拿到手 他便立刻离开这黄火洞 绝不滞留 一人一鼠默然加速 向着那黄火洞的方位 一坑一般的洞窟 坐落在大地之上 洞口十分惊人 足足有着数十万丈庞大 其中有着惊人的火元气涌动 释放出一道道极为惊人的热浪 此时 在那黄火洞的深处 一群人灰头土脸 焦头烂额 老家伙 你的情报究竟靠不靠谱 你确定凌晨那小子真来这鬼地方了 其中一人忍不住开口抱怨 他们此行进入黄火洞 连凌晨的人影都没看到 反倒是遭遇了火元兽的一波又一波的袭击 损失十分惨重 虽说以他们的实力 火元兽够不成什么大威胁 但即便是准地 也经受不起这样的消耗 而且这黄火洞的环境何其恶劣 没有人能够在这种地方长久生存下去 千真万确 这是从族长的嘴里说出来的消息 岂能有假 一名黑袍老者摇了摇头 显然正是那位白银鼓足的二长老 可恶 那这小子究竟藏去何处了 先前那人与其森森 显然对于凌晨恨之入骨 他便是圣唐组织的大首领 圣唐二首领死在了凌晨手中 现在圣唐和凌晨之间是不死不休 只是凌晨既然已经先他们一步来到了这黄火洞中 却为何连对方的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 别急 这小子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 二长老摇了摇头 一副对凌晨志在必得的模样 只不过老夫有点奇怪的是 为何这么多人闯入黄火洞中 那皇后却迟迟没有现身 按照以往的规律 若有人胆敢闯入黄火洞 必然惊动皇后 而这一次 皇后却毫无动静 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只有一种可能 这时候圣唐大首领开口了 皇后可能被什么事情给缠住了 我听说 皇后这段时间正在缠卵 无暇他顾 或许这是我们的好机会 缠卵 听得这话 二长老等人皆是神色为动 这皇后的卵 那可是宝物中的宝物 其中蕴含着星空凤凰的精华 若是孵化出了真正的凤凰 那就更赚了 虽说他们此行是以凌晨为主要目标 但要是能顺便将这凤凰卵给收了 那当然再好不过 而且在听说了这个消息后 众人的心中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原来皇后正在缠卵无法抽身 没有了这个最大的威胁 他们还愁抓不住凌晨吗 此时的凌晨和鼠黄二人 已经来到了黄火洞的洞口 洞口周边 火焰连天 地上一片焦土 荒芜到了极点 焦黑的土地中 埋藏着众多尸骨 这些尸骨都是神王级别强者的骨头 久远的已经被烧化了 这些都是新天的 还能在这片火土中坚持一段时间 这里的火源兽更加强大 浑身散发出炙热的气息 长相争鸣 战斗力也更为强悍 凌晨和鼠黄刚刚进入黄火洞中 迎面便有着一头火焦杀了出来 这是一个庞然大物 灵甲森森 火焦有九条尾巴 数以百丈长 这是一头不同寻常的火源兽 九尾火焦 已经属于是火源兽中的佼佼者 战力惊人 堪比九重天神王 但是 望着这头九尾火焦的出现 鼠黄的眼中却浮现出了一抹兴奋之意 九尾火焦 火源兽中的罕见一种 很不错 当本皇的坐骑吧 就凭你一只肥鼠 也敢叫嚣其在本座的头上 九尾火焦眼中充满讥讽 他的九条火尾同时向鼠黄发动进攻 似乎要打算将鼠黄给抽成筛子 他还从来没有见过 居然有不知死活的东西胆敢招惹自己 在这黄火洞中 除了皇后 九尾火焦还没有怕过任何人 就在数日之前 他还吞食了十几位人族神王 这些人在他眼里如同草芥 不堪一击 眼下区区一头人类的灵宠 也想骑到他的头上 简直是岂有此理 凌晨 他交给本皇 楚黄眼中金光闪烁 意气风发 他要亲手拿下这一头酒为火焦 将后者降服为自己的坐骑 那你可小心点 别翻车了 凌晨没有插手的意思 鼠黄可不是普通角色 身为是神鼠 鼠黄是太古一种 防御力更是可怕 如果全力以赴的话 何九尾火焦露死谁手还未可知 只不过 鼠黄在被凶兽竞技场擒获之后 正好许久没有释放过天性 鼠黄的真正实力 可丝毫不弱 凌晨也想好好看看 不得不说 这九尾火焦确实是一个硬查子 竟和鼠黄激战了很长时间 所过之处 壁裂山崩 数百里大地化为了飞灰 本黄就不幸了 本黄看上的坐骑 居然会收服不了 鼠黄勃然大怒 恶狠狠地叫道 九尾火焦欲发心惊 他身为这黄火动的一方霸主 死在他手上的妖族何止成千上万 从未遇到过可以和他争锋对峙的存在 但是现在 谁知竟然遇到了对手 他的各种手段 到了鼠黄的身上 竟然都无法奏效 失去了应有的神威 反而是鼠黄 越战越勇 他发挥出了恐怖的吞噬能力 将九尾火焦完全压制 当本黄的坐骑吧 除非你想变成一串烤焦肉 鼠黄斜视着九尾火焦 大声震折道 与做梦 九尾火焦嘶吼 口中喷出了一件灵宝 熊熊燃烧 表现出是死一战的模样 宁死不屈 要何鼠黄死磕到底 第三千三百五十张火神花 明顽不灵 吞天罢吼 鼠黄眼神冰朗 悍然踏出步伐 张开大嘴 发出一道恐怖的音波 轰落在了九尾火焦的身上 后者身上的焦灵寸寸破碎 从天空中坠落了下去 砸在了地上 浑身鲜血淋漓 鼠黄和九尾火焦的大战 凌晨没有插手 他来到了这黄火洞的下方 目光落在了黄火洞深处 就在附近探索了起来 两兽的大战很激烈 但是九尾火焦完全处于下风 身上被鼠黄拍出了一道道爪印 黄火洞内天崩地裂 九尾火焦最终臣服 被迫向鼠黄俯手称臣 早臣服不就好了 何必多受折磨 鼠黄冷冷一笑 我虽然沉浮 但我不能当你的仆人 九尾火焦咬了咬牙 他要求当鼠黄的小弟 不能接受仆人的身份 鼠黄当然满口答应 只是一个称谓而已 无关紧要 他要的只是一头坐骑而已 鼠黄 问问你的小弟 可知道远古凤凰神药的下落 见九尾火焦已经被鼠黄收服 凌晨开口问道 鼠黄点了点头 顿时目光看向了九尾火焦 小焦 你可知道远古凤凰神药在何处 远古凤凰神药 九尾火焦争了争 那东西可是皇后的宝物 你们竟然想打他的主意 九尾火焦有些吃惊 他虽然是这黄火洞内的一大土霸主 但在皇后的面前完全不敢造次 惹怒了皇后 十个他都不够杀的 皇后又怎样 站着毛坑不拉屎 这远古凤凰神药我们有大用 你只管带我们前往就是了 楚黄一脸不耐地道 那地方我可不敢去 九尾火焦拼命摇头 何况现在皇后正在产卵 敢敢靠近他的巢穴方圆千里范围 都只有死路一条 除非你们有把握和皇后交手 否则奉劝你们还是离远点 不然这两条小命恐怕不够用 九尾火焦警告凌晨和属黄二人 然而凌晨却不为所动 依旧开口说道 你只需要带我们前往就行了 如果你害怕的话 把我们带到附近即可 那可是你说的 九尾火焦这才勉强点头 我可以偷偷带你们去皇后的巢穴附近 至于你们要死要活 那可就跟我没关系了 说吧 九尾火焦便身形一卷 漠然向着那黄火洞的深处掠去 所过之处 火浪四眷 凌晨泽和属黄根在这九尾火焦的身后 隐藏了气息 有着九尾火焦领路 他们这一路上毫无疑问将可以避开大多数火元兽的袭击 毕竟在这黄火洞中 还没有多少火元兽敢不给九尾火焦面子 三人在暴略了约末一个时辰后 终于是抵达了这黄火洞的深处 在地面降落了下来 这里已经很接近皇后的巢穴了 就到这里停止吧 接下来要小心从事 九尾火焦不敢再继续横冲直撞 就在附近停了下来 而凌晨和属黄的目光也是落在了附近 旋即眼睛一亮 凌晨看到了一些金光闪耀的赤红色小花 这些都是高级的灵药 这些灵药散发出勃发的火元气 接近神药集叠的火神花 凌晨的目光落在了这些赤红色小花的身上 旋即眼睛一亮 虽说这火神花无法和远古凤凰神药相比 但却也是仅次于神药的准神药 价值连城 凌晨二话不说 便大手一抓 准备将这准神药收取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巨大的干扰之力传了过来 将那一株朱火神花给生生地封住 阻止凌晨采摘 谁 凌晨眉头一皱 陡然向前望去 视线当中 俨然有着数道人引现身 那为首之人 却是一位面孔熟悉的中年人 让得凌晨的眼瞳默然一缩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王家家主 此时的王家家主 正一脸贪婪地望着面前的火神花 眼珠子都险些掉了出来 这些东西可是接近神药的宝物 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黄火洞中遇到 岂能放过 我不想多说什么 立刻离开 我不为难你们 王家家主瞥了凌晨一眼 并没有将他认出 旋即淡淡笑道 显然半点没将凌晨给放在眼里 火神花不是你们能寄予的东西 走吧 否则小命难保 王家家主的身侧 跟随着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 他一脸计讽地望着凌晨 像是打发要饭的一般 虽然他不是什么大人物 但优越感十足 架子很大 此人乃是王家的敌长子 名叫王长君 是王家未来的希望 王家青年一代的翘楚 年纪轻轻 已经拥有神王六重天的修为 在两人的身后 还有着四位高大的男子 英姿勃发 对凌晨极尽藐视 打来的毛贼 蜀黄勃然大怒 快快滚开 否则羞怪本皇无情 哼 这可是我们王家先看到的宝物 谁敢和我们争抢 难道不知道新来后道吗 王长君冷喝一声 依旧一气指使 态度嚣张 放屁 这是黄火洞 是火元寿的地盘 一切东西都是属于皇后的 什么新来后道 简直扯淡 九尾火焦大叫道 嗯 居然有一头火元寿 你们居然和火元寿勾结 谋害人族 看来不能放你们离开了 王长君的目光落在了九尾火焦的身上 眼中陡然泛起了一抹森冷之意 这头火元寿已经被我们降服 如何成了勾结 凌晨面色淡漠 你们王家导真会给人扣帽子 不过今天要走的不是我们 而应该是你们 哈哈小子还敢跟我们讨价还价 不知死活 既然如此 你们就都留下命来吧 王长君大笑 在他身后的四名男子已经杀了出去 展现出惊人实力 齐齐杀了过来 小小人类 也敢在黄火洞嚣张 九尾火焦狂悟 他堂堂黄火洞霸主 被蜀黄欺负就算了 居然又被几个人类欺负 心中早就憋了一肚子火 早就忍不了了 他本就是一头凶兽 没有任何约束 想动手就动手 一出手就是杀手解 九尾齐阵 仿佛九个太阳 璀璨夺目 雷鸣震耳 第三千三百五十一张路 玉老冤家 面对着火焦凶威 四人面色大变 但其中一人退得不够快 一条手臂陡然炸了开来 被焦为扫中 化为了一团血雾 也许 今日不斩你 我王家颜面何存 四人剩下的三人皆是愤怒无比 一个个都纷纷抱起 对九尾火焦进行攻杀 好歹 竟敢对付本皇的坐骑 你们是想怎么个死法 楚皇双手插腰 然后一爪子拍了出去 如同巨山一般轰落而下 去去一只肥鼠而已 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 王长军一脸激凤 手握长枪 挺枪杀出 你也敢叫本皇肥鼠 你也配 楚皇怒恨一声 是神鼠的血脉爆发 张开嘴巴 陡然一息 陡然间 王长军节奏大乱 手中的长枪直接被吸走 然后被鼠黄咬在了嘴里 一口啃断成了两截 砰 没有任何悬念 王长军就挨了鼠黄一击 身体被拍成了一团肉泥 重伤垂围 近而 王家家主面色大变 他瞪眼欲裂 连忙出手救下自己的宝贝儿子 但是凌晨岂能让他如愿 立刻出手截留 将王家家主拦下 就在此时 王长军已经被鼠黄斩杀 身体都被鼠黄吞噬 尸骨无存 连神魂都没能幸免 该死 你这涅序 王家家主悲痛欲绝 恨不得将鼠黄碎尸万段 若不是凌晨阻拦 王长军怎么会惨死 顿时间 他看向凌晨的眼中便充满杀鸡 小子 本作要你陪葬 王家家主怒不可遏 愤怒运功 想要震杀凌晨 但凌晨岂会坐以待毙 而且如今的他 已经不是这王家家主 能够有资格轻视的存在了 没有任何花哨 凌晨便一拳正面轰出 掀起了惊人的破风声 和王家家主进行硬汗 砰 在碰撞的刹那 王家家主的身体便倒飞了出去 口中鲜血狂喷而出 眼神之中 充满惊骇 李氏 那个最强宝血的小子 凌晨 王家家主瞬间就感应出了凌晨的气息 眼中露出了一抹惊骇之色 这小子 居然改换了容貌 什么 居然是这小子 王家的几人都是面色惊讶 眼神闪烁 他们看向了面前的鼠黄 心中顿时一阵悚然 是啊 之前就听说凌晨和一头巨鼠凶兽在一起 只是他们没太在意 现在一看 面前这一人一鼠的组合 不正就是凌晨和鼠黄的组合吗 来得正好 王家家主先是大吃了一惊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玄机面露喜色 凌晨居然敢在他的面前曝露 简直是不要命了 给了他夺取最强宝血的好机会 小子 你这是自投罗 王家家主信心十足 但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先寄出了机甲 进入了机甲之中 这次可不能给凌晨逃走的机会了 必须十拿九稳 给我镇压 王家家主操控机甲 气焰一下子变得极为嚣张 他催动机甲 一拳暴打而出 欲要轰碎凌晨的身体 但是 凌晨却只是摇了摇头 嘴角似是掀起了一抹机缝 见得那王家家主的机甲暴射而至 他反手就是一拳锤出 整条右臂迅速低谷铜画 和王家家主的机甲硬汉 找死 王家家主眼中力芒闪烁 仰仗着机甲之力 他根本没将凌晨给放在眼里 只见得他出手极为迅猛 从拳锋之处 延伸出了一柄金属利刃 和凌晨队轰在了一处 然而 在碰撞的刹那 王家家主手中的金属利刃陡然崩碎 化为了金属飞灰 凌晨一拳砸在了王家家主的身上 顿时将王家家主的机甲 给轰得凹陷了下去 清烟直冒 王家家主的口中喷出鲜血 连人带机甲倒飞了出去 怎么可能 王家家主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他堂堂神亡九重天的修为 竟然被这凌晨给一拳击飞了 然而凌晨却根本没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便陡然宝剑出窍 一剑狠狠地踢向了王家家主 弄擦 王家家主的机甲直接被劈裂 脑袋被劈成了两半 粗大的裂纹 从王家家主的身体正中央裂了开来 王家家主从其中狼狈倒飞而出 整个身体险些被劈成两半 但半个脑壳已经被劈开了 脑将四射 但王家家主可是九重天神王 生命力和其顽强 这种伤势还不足以致死 但王家家主却已经肝胆剧烈 害怕到了极点 凌晨 已非当日无下阿蒙 对方已经有了战胜他的实力 王家家主深吸了一口气 旋即身形陡然转身暴食而出 但是他并没有逃出多远 便被凌晨发出的飞剑命中 静云神剑插在了王家家主的心脏位置 将其钉死在了炙热的墙壁上 动弹不得分毫 不 王家家主知道自己这次麻烦大了 凌晨居然比他想象中强出了太多 现在的他 在对方的面前犹如小鸡仔一样 不堪一击 你不能动我 只要我一死 我王家老祖立刻就能感觉到 王家家主动和道 他老人家也正好在这黄火洞中 我劝你悬崖了马 不要自悟 王家老祖 凌晨的眉毛一挑 以他对这王家势力的了解 这王家老祖 大概率应该是古皇级别的修为 这恐怕也是王家最大的底气了 不错 我乃王家一家之主 地位非常重要 你杀了其他人 我王家未必会和你不死不休 但你要是杀了我 王家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 将你置于死地 我王家老祖 定然不会放过你 王家家主信誓旦旦地道 他不放过我 我还没打算放过他呢 凌晨的嘴角掀起了一抹讥讽的弧度 小小王家 三番两次打我的主意 今日就斩了你这一家之主 以警校友 他日还敢与我作对 并面你王家全族 第三千三百五十二章阴谋诡计 说罢 凌晨的手中 便陡然涌出了恐怖的火焰 瞬间将王家家主的身体笼罩 扑 王家家主的身体 完全被虚无地言吞噬 片刻之后 变化为了灰烬 毛都没有剩下 家主 那几名王家的高手 见得王家家主被烧成了灰烬 脸上纷纷露出惶恐无比的神色 身为九重天神王的王家家主 竟然被灵晨斩杀了 这怎么可能 然而并没有给他们太多喘息的机会 这四人 全部被属黄和九为火焦斩杀 一个不留 就在这王家家主阵亡之时 远在这黄火洞深处的王家老祖 突然瞪大了眼睛 眼中陡然涌上了一抹惊人的利色 我王家家主竟然被杀了 王家老祖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就在刚才 他失去了和王家家主等一行人之间的联系 后者一帮人的生命气息全部消失 应该是陨落了 该死 谁敢杀我王家家主 王家老祖暴怒 他的声音在整个黄火洞中传荡了开来 蕴含着无穷的杀意 一时之间 黄火洞内 众多人族强者都听到了王家老祖的声音 脸上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王家家主被杀了 王家家主 那可是一位九重天神王 修为身后 岂是寻常人能够契集的 谁能杀得了王家家主 混账东西 不要让老夫找到你 否则定将你碎尸万段 王家老祖的声音传荡而出 杀意腾腾 将王家老祖的声音听在耳朵里 凌晨的脸色却古井无波 淡定如常 根本没将这话放在眼里 一名古皇的威胁 若放在从前凌晨还会重视 但是现在 凌晨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凌晨倒还想试试 以自己现在的修为 能否斩掉一尊古皇 别管他 我们继续深入 取远古凤凰神药 凌晨的眼中闪烁着丝丝光芒 没有达里那王家老祖的怒吼 便望向了旁边的九尾火焦 接下来我只能给你们指路 不能随你们进去了 你们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敢进皇后的巢穴 九尾火焦一脸的可怜兮兮 显然 他早就已经被皇后给喝破胆了 就是借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去皇后的巢穴 行吧 你个耸祸 去了也是丢本皇的人 你就给我们好好说说 接下来怎么走就行了 看到九尾火焦一副弹黄色变的模样 蜀黄也是摇了摇头 强迫这家伙也没意思 而且这九尾火焦对皇后如此恐惧 就算是带进去恐怕也可能会坏事 所以没必要带了 九尾火焦顿时如蒙大赦 老老实实地将远古凤凰神药的大带位置 告诉了凌晨和蜀黄 在得知了大致的位置后 凌晨便和蜀黄二人 便动身向着那黄火洞的深处暴掠而去 死定了 死定了 望着凌晨和蜀黄进入皇后巢穴 久违火焦摇了摇头 本来人类闯入皇火洞就已经是死罪一条 现在对方居然还敢往皇后的巢穴场 那更是死路一条 惊动了皇后 凌晨和蜀黄就算实力再强 也没有生机 唯有的机会 就是皇后的产卵时间更久一点 为了自己的卵 可以容许凌晨偷偷摸摸地取走神药 但这种概率极低 比中彩票的几率还要低 皇后的巢穴之中 火源气格外浓郁 燥热不堪 仿佛足以将活人点燃一般 蜀黄作为多毛动物 自然是叫苦不迭 多亏了凌晨的虚无地盐护体 才让蜀黄好受一点 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根据九尾火焦的指示 凌晨和蜀黄二人来到了指定位置 以蜀黄的寻宝能力 两人很快探知到了远古凤凰神药的气息 并迅速向其靠近过去 此时 同样在这皇后的巢穴中 白银古族二长老和圣堂大首领等人 也正在这皇后巢穴当中 寻找着凌晨的踪迹 只可惜 他们来得太早 根本找不到凌晨的影子 反而是在这皇后巢穴中如同闷头苍蝇一般 如履薄冰地闯荡了三日 虽说没有惊动皇后 但白银古族二长老和圣堂大首领等人 却已经是焦头烂额 而且心情相当郁闷 毕竟这么久时间一无所获 抓不到凌晨也就算了 其他什么好处都没捞着 反而被火源兽给弄得十分狼狈 折损了好几位强者 损失十分惨重 该死 来这黄活动这么久 连根毛也没有捞到 那个臭小子究竟藏到哪里去了 二长老 你一定是被骗了 得到了假消息 被凌晨那小子联手 你白银古族的族长一同欺骗 正堂大首领戏打不出一处来 眼神阴沉地说道 听得这话 二长老的脸色也是漠然阴沉 如果说之前他还怀着希望的话 那现在他也渐渐意识到 自己可能是被骗了 遭到了天庸准地的欺骗 没想到族长居然会联合凌晨那小子 联手放出架消息来 又他上当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不过 事到如今 他们已经没有了太多选择 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关于凌晨那小子的事情先放一放 二长老在眼神一阵闪烁之后 便开口说道 皇后不是正在产卵吗 这个时候 说不定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不如我们先取了凤凰卵再说 若是能得到皇后的卵 那价值可不比凌晨那小子逼多少 二长老这话一出 正苦闷不已的圣堂大首领等人 立马眼睛一亮 凌晨眼见是找不着了 但他们不能空手而归 眼下这皇后正在产卵 这凤凰卵一旦产下来 皇后必定会进入虚弱席 这岂不正是一个夺取凤凰卵的绝佳时机 皇后不好对付 即便是偷偷潜入 也必须事先想好周全的计划才行 圣堂大首领的双目微微闪烁 对于皇后 她的内心还是有着一丝丝忌惮的 夺取凤凰卵 老夫已有计划 二长老随即开口 给众人开始分工 即便是虚弱席的皇后 那也不是他们能够击败的 所幸的是 他们人族拥有极高的智慧 这点可不是星空妖族能够比拟的 第三千三百五十三章 愤怒的皇后 随着凌晨和鼠皇的靠近 这黄火洞中的空气也是愈发炽热 极为滚烫的气息 在这黄火洞中席卷开来 一波连着一波 凌晨和鼠皇 遵照那九尾火焦的指引 进入了一座岩浆地中 岩浆深不可测 一望无际 根本看不到任何的生命迹象 而且此地的温度 变得几乎难以忍受 就连虚无地言所凝聚出来的隔热防护罩 都变得有些效果微弱了 这九尾火焦靠不靠谱 他该不会故意使坏 将我们引入此地吧 鼠皇被热得快要着火 大叫难受 等本皇出去 一定要将他的一身胶皮疤了 做成一双皮鞋穿 凌晨眼神凝重 摇了摇头 他没必要耍我们 远古凤凰神药 天生熄火 这里无法生存寻常的灵药灵植 但是远古凤凰神药的话 却未必不能生存 凌晨的目光四处扫射 他没有找到任何植被的踪迹 却并不甘心 当即他便将那个热防护罩给 催动到了极致 然后一头扎进了岩浆当中 一人一鼠迅速潜入 岩浆犹如水流一般 向后不断涌去 但是此处的岩浆极为粘稠 甚至出现了晶体状 散发出极为惊人的热量 而且伴随着他们的深入 这种灼热感也是迅速提升 但是这岩浆却仿佛深不可测一般 无论他们如何深入都找不到任何的生机 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下沉 温度越来越高 蜀黄的身上都是出现了丝丝火星 散发出一丝丝的焦糊味道 受不了了 凌晨速速回去吧 蜀黄焦急地催促道 凌晨也是眉头一皱 他都已经闻到一股糊味了 看样子蜀黄的确是比较难撑了 这地方居然如此炙热 恐怕远古凤凰神要生存的几率也很低 既然如此 凌晨也没打算再苦撑下去 干脆离开算了 不然的话 蜀黄要被烤成焦炭 他本人也会受不了 然而 就在凌晨正准备要扭转方向 返回地面的时候 忽然间 他却仿佛有所感应一般 目光陡然向着那侧方望去 那里 俨然是有着一道极为隐晦的波动传了过来 隐约之间 仿佛有着浓郁的火元气 汇聚成了一道凤凰的虚影 凌晨的眼睛默然一亮 旋即他便悍然出手 手掌犹如闪电斑探了出去 一把抓向了那凤凰虚影的下方 将一头迷你的火凤凰给锁拿住 然而在凌晨所拿住那一头火凤凰的刹那 忽然间 一道极为尖锐的声音响彻而起 那一头迷你火凤凰 竟是陡然将凌晨的手印给炸了开来 当场化为稀碎 凌晨吃了一惊 但是同时眼睛骤然亮了起来 望向了那迷你凤凰的所在 是远古凤凰神药的气息 此物 总算是被他给找到了 在被凌晨发现的刹那 那一只迷你凤凰便陡然飞掠而出 快如闪电 消失在了这沿江海当中 想走 凌晨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株远古凤凰神药 岂能让他在眼皮底下溜走 凌晨眼中光芒暴闪 旋即他陡然手掌一挥 便将手中的静云神剑给寄了出去 飞剑飙射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射向了那一只迷你火焰凤凰 然而 凌晨这一剑 却并没有能够命中那一只迷你凤凰 在原地落空 我不幸制服不了你这小东西 凌晨深吸了一口气 他岂会放弃 目光紧盯着那一只迷你凤凰 今天无论如何 他都要将这远古凤凰神药给摘了 嗡 楚皇猛然张开嘴巴 喷出了一口虚空射线 轰射向了那一株远古凤凰神药 凌晨则将虚无地言的本体给释放了出去 这一头虚无地言 化为了一头四色火龙 迅速地闪掠而出 张口扑向了那一头迷你火凤凰 一人一数 此时都是爆发出了权力 诸拿这一株远古凤凰神药 但是 他们两人的手段 却纷纷都被这一头迷你火凤凰躲过 两人连连出手 竟然都奈何不了这远古凤凰神药分毫 可恶 楚皇级的直瞪眼 要不是被困住在这个热防护罩当中 他早就扑上去咬住那一只迷你火凤凰了 凌晨停在了原地 旋即张公搭剑 以静云神剑作为剑使 瞄准了那那一只迷你火凤凰 陡然松开手掌 箭使破空而出 扑斥 这一次 凌晨见无须发 竟是准确地射中了那一只火凤凰 将火凤凰给射进了沿江海洋之中 这一下 无疑是给了这远古凤凰神药一记重创 大大削弱了远古凤凰神药的力量 凌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挨了这一下 远古凤凰神药遭到了重创 应该不会再像方才那般活跃了 再想要夺取这一株远古凤凰神药的话 难度应该不大了 然而 就在凌晨正打算出手将这一株远古凤凰神药收取的时候 忽然间 从那黄火洞的深处 却猛然释放出了一股恐怖的威压出来 伴随着这股威压席卷的 还有着一种惊人到极点的火焰风暴 所过之处 整座黄火洞都在剧烈震荡 仿佛有着崩塌的迹象 包括凌晨和鼠皇在内 体内的神力都有不稳的迹象 差点被卷入火焰风暴之中 这是什么威压 凌晨心中漠然一惊 目光陡然向着那风暴传来的方向望去 眼中流露出了一丝震惊 这股威压 恐怕是准地级别 而且远比寻常的人族准地来得强大 在这黄火洞之中 拥有如此修为的 怕是只有那位皇后了 这皇后不是在产卵 无暇顾及其他吗 怎么会突然发出如此利吼 气势滔天 仿佛在此发出滔天利吼一般 声音中蕴含着惊人的愤怒 为何会如此 凌晨心中十分震惊 该不会是有人在产卵的时候 惊扰了皇后吧 该死的人类 竟敢偷走我的孩儿 本后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就在凌晨感到十分费解的时候 一道冰冷到极点的女子声音 从那黄火洞的极深处传了出来 蕴含着无尽的杀意 第三千三百五十四张得手 什么 皇后的卵被人偷了 一时之间 整个黄火洞中 都掀起了一道道震惊之声 居然有人敢偷走皇后的卵 什么人 如此胆大包天 竟然做出这种不怕死的举动来 皇后一幕 谁人能挡 诉取神药 凌晨心中同样一惊 没有任何迟疑 便立刻纵身掠出 潜入那火海之中 手掌向着那一株远古凤凰神药探去 凌晨的手掌迅速破开火海 将那一株远古凤凰神药给抓住 那一只迷你火凤凰 被凌晨给生生地掐在了手里 迷你火凤凰被凌晨制服 根本动弹不得分毫 炙热的火焰席卷而开 但却动摇不了凌晨的手掌分毫 西数被凌晨的虚无地眼给镇压了下去 迷你火凤凰崩溃了开来 化为了一株灵药 被凌晨给牢牢地攥在了手里 到手了 凌晨在得到了远古凤凰神药的刹那 眼中也是陡然涌现出了一抹狂喜之色 这让他心心念念的远古凤凰神药 终于到手了 但是就在这神要得手的刹那 从那黄火洞的深处 便陡然席卷出了一道恐怖的热浪出来 紧接着凌晨便见到 一道惊人的火光陡然席卷而出 在那炙热的火焰当中 显然是有着一头足足有着万丈庞大的火凤凰悍然飞出 这天蔽日 攜带着恐怖杀意 明明是在这火焰滔天的黄火洞中 可眼下此处的空气却变得极为冰朗 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压迫感 万恶的人类 胆敢闯本后潮穴 去死 皇后在现身的刹那 那一双凶悍的眼神便锁定了凌晨和蜀黄 然后眼中陡然闪过一抹杀意 嘴巴张开 喷出了一道炙热无比的光束 向着凌晨和蜀黄猛然袭来 没有任何悬念 凌晨就和蜀黄便被火焰光束命中 旋即被火浪吞没在了其中 皇后没有再去关注凌晨和蜀黄 在他看来凌晨和蜀黄已经必死无疑 根本不需要再多看一眼 但是他却没有料到 火浪之中两道人影却是暴掠而出 虽然看上去有些狼狈 身上一片焦黑 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伤势 一人一蜀便迅速逃亡而去 嗯 皇后漠然一挑眉 眼神陡然一沉 这两人居然扛住了他的一击没死 他的视线 陡然落在了凌晨手中的远古凤凰神药上面 而后面色陡然一朗 果然是两个小窃贼 偷了本后的子嗣 现在又来偷凤凰神药 真是可恶至极 你以为你们能逃脱得了本后的手掌心吗 皇后怒不可遏 这蜀蜴一样的人类 居然敢在他的眼皮底下偷东西 偷了他的子嗣还不够 居然还来偷神药 简直是岂有此理 不斩杀这二人难消他心头之恨 误会感受到皇后的滔天杀意 凌晨也是连忙解释 凤凰卵不是我们偷的 我们只拿了这远古凤凰神药 其他东西可不管我们的事情 不过话刚说出来 凌晨也是感到有些无语 怎么说都是贼 不过那凤凰卵的尸妾确实和他们没关系 这脏水可不能往他们身上泼 不是你们 也定然和你们是一伙的 皇后哪管那么多 在他看来 大部分人类都是一路货色 凌晨鬼鬼祟祟 趁着他产卵之际潜入了他的巢穴之中 必然是有坏企图 这一人一鼠 绝不能放过 皇后的美眸中露出了一丝凶光 玄机便毫无犹豫地向着凌晨和鼠皇追了过来 该死 凌晨的脸色微微一沉 看来这皇后是盯上他们了 根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 目测是一定要将他们拿下 也根本不管他们有没有偷凤凰卵了 扑 就在这时候 凌晨和鼠皇破岩浆而出 神色颇为仓皇 蜀皇 蜀皇 你帮忙引开这皇后 我找个地方唤醒婴儿 凌晨对着蜀皇喝道 卧曹 为什么是本皇去引 不是你去 蜀皇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皇后可不是省油的灯 实力堪比人族准地 甚至比寻常的人族准地都要强得多 让她去引皇后 风险何其巨大 少废话 要么赶紧去引 要么咱们二人都要死在此处 被这皇后给烧成交叹 两条路你自己选一条 凌晨面色冰冷地道 蜀皇咬了咬牙 知道这众人非自己莫属 当即在蜀木一阵闪烁后 便立即纵身向着那皇后的方向暴略而去 来啊老妖婆 冲本皇来啊 蜀皇大喊大叫 及其嘴见地道 你的子嗣就在本皇手里 不过已经被本皇做成烤鸟蛋吃了 味道非常不错 十分鲜美 听得蜀皇这话 凌晨也是忍不住嘴角一阵抽动 这肥蜀嘴巴真是太毒了 这话一出 只怕那皇后听了 非得发疯不可吧 你说什么 你这只该死的肥蜀 皇后果然怒不可遏 即便知道蜀皇的话大概率不可信 但她还是被蜀皇给激怒了 当即那一双凤眼当中 火焰熊熊燃烧 仿佛在那火焰的笼罩之下 蜀皇已经变成了一只烤肥蜀 扑 皇后愤怒之下 那一双华丽的羽翼陡然展开 下一刻 密密麻麻的火雨 便从她的身上飞射而出 席卷而开 在这天空当中曝了开来 向着蜀皇席卷吞噬而来 蜀皇立刻抱头鼠窜 向着凌晨的反方向狂掠而出 而在其身后 皇后攜带着滔天火焰追了上去 那架势 似乎能将那路径上的一切都给焚烧殆尽 见得蜀皇成功引开了皇后 凌晨也是默然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 她只能为蜀皇祈福 希望蜀皇命大了 没有浪费时间 凌晨便立刻进入了玉境亭空间中 这种时候 必须争分夺秒 否则蜀皇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会死得十分难看 和外界的火热不同 玉境亭内 是一片生机盎然 在那盎然的生机中 显然是有着一具美好的铜体 躺在水晶棺中 女子一袭白衣 美丽天成 鲜尘不染 十分圣洁 正是处于昏迷中的徐若燕 点 第三千三百五十五张 蜀皇的危机 凌晨的目光 落在了水晶棺中的徐若燕 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温柔之色 眼前这位女子 可是跟她经历了许多风雨 从云出之地以来 便一直跟着她 两人一起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 感情非常深厚 后来 即便徐若燕恢复了永恒之主的记忆 也依旧对她多有帮助 不然她恐怕根本活不到今日 对方上次在和灭天的大战中 遭遇重创而昏迷 唯有远古凤凰神药方可解救 凌晨寻遍五界 都未能寻到这远古凤凰神药的踪迹 不过如今 可算是让她给找到了 神色十分凝重 凌晨快步走到了徐若燕的身侧 挥手将水晶棺给打了开来 然后将远古凤凰神药取出 没有任何犹豫 凌晨便捏开了徐若燕的樱桃小嘴 而后将手中的远古凤凰神药 给放进了徐若燕的嘴里 将远古凤凰神药给吞了下去 凌晨推波助澜 促使那凤凰神药化为一团火焰般 注入了徐若燕的体内 下一霎 徐若燕的脸色便迅速地红润了起来 全身上下都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滚烫起来 就连他的一条条血脉 都变得十分醒目 仿佛被火焰所充满 他身上的衣物 都是在瞬间焚成了灰烬 露出了雪白晶莹的肌肤 但凌晨早已没有心情去欣赏那美好的风景 他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 这远古凤凰神药的药力可是相当恐怖 而眼下徐若燕则正处于昏迷状态 对方根本没有能力去压制炼化这股远古凤凰神药的药力 若是这股药力暴走的话 恐怕徐若燕的身体 都将在顷刻间化为灰烬 这才是凌晨最担心的 毕竟 眼前的徐若燕 身体已经红得像是一块烙铁一般 凌晨脸色微微一变 知道这样下去行不通 许若燕的焦躯承受不住此等高温 必然会走向灭亡意图 凌晨忧心如焚 然而他在眼神一阵闪烁之后 眼中却猛然浮现出了一抹亮光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下一霎 凌晨便将一块磨盘大小的水晶石给取了出来 在那水晶石中 俨然是装满了冰寒的液体 那是凌晨之前所获得的域外神水 十分珍惜 这是一种极寒属性的域外神水 其中的寒气极为恐怖 只不过凌晨一直没用 但现在 许若燕体内的远古凤凰神耀眼看着即将失控 现在的凌晨 哪还管得了这么多 就算是在珍贵的东西 只要能派得上用场 那都得用上试试 凌晨驱动眼前这一块水晶 那其中的域外神水 陡然释放出了一股惊人的寒意出来 向着徐若燕的身上萦绕而去 仿佛一层雾蒙蒙的水蒸汽一般 覆盖在了徐若燕的身上 薄薄的一层 那半空中十分炙热的空气 也正以一种十分清晰的速度冷却了下来 犹如火炉一般的徐若燕 那滑溺的皮肤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颜色 但是 从那域外神水之中 却是猛的释放出了一股惊人的寒意 这种寒意 逐渐地渗透进了凌晨的手掌之中 向着凌晨的身体深处侵蚀 反倒是令得凌晨的身体变得有些哆嗦起来 凌晨深吸了一口气 悄悄地在体内将虚无地眼给催动起来 抵御这股域外神水的寒气 但是如此一来 在凌晨的体内 无疑就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对峙 两种截然不同的能量 在凌晨的体内产生冲突 暴走 让凌晨感到极为地难熬 凌晨的左手手臂滚烫无比 而相反地 右手手臂则是覆盖了一层寒霜 凌晨竭尽全力压制这域外天火 和域外天水的力量 咬牙坚持 但久而久之 就算是凌晨拥有第五重的不朽神体 肉身十分强悍 也见感到吃力 无法再继续支撑下去 该死 还没醒来吗 凌晨眉头紧皱 他现在的滋味非常不好受 但他却知道 自己绝不能贸然停下 否则很可能会导致功亏一溃 甚至将徐若胭制于险境 要是后者出了什么事的话 那他恐怕余生都会陷入自责之中 凌晨 就在凌晨感觉到意识有些模糊的时候 忽然间 一道十分微弱的声音 却传到了凌晨的耳朵里 凌晨的神色陡然一阵 他的目光望向了徐若胭 只见得磁石的后者 眼睫毛已经动了起来 体内那等炙热无比的波动 似乎也已经平息了下去 恢复了正常 凌晨见状 连忙撤去了域外神水 脸上露出了一抹激动的神色 徐若胭体内的气息 似乎在进行着某种激烈的善变 因为服用了远古凤凰神药的缘故 徐若胭的修为 似乎有着突破的迹象 这让凌晨心中愈发惊喜 徐若胭现在已是拥有着骨黄层次的修为 再进一步 那可不就是准地了 最次也是准地 若徐若焉成为准地 那等同于他们队伍的实力 将会大大增强 放眼这天狼欣喜 除了那几个大帝之外 他们还需要忌惮和人 但就在凌晨心中惊喜的时候 忽然间 身后却陡然传来了一道惨叫声 让得凌晨面色猛然一变 因为这道惨叫声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鼠黄 糟糕 凌晨心中暗叫不妙 鼠黄正被皇后给追杀着 这个时候 该不会被皇后给抓住了吧 那结果肯定不妙 说不定这回已经被烤熟了 凌晨咬了咬牙 并没有再管徐若焉 而是立即冲出了这欲净平空间 向着那惨叫声传来的方向暴掠而去 凌晨速度快如闪电 转眼之间 就来到了那惨叫声的源头 视线当中 鼠黄果然已经被皇后的利爪给带住 狠狠地按在了洞笔之上 洞坛不得分毫 鼠黄的身上 则是被一层火焰覆盖 眼看着一身的鼠毛都着火了 真要被这皇后给生生地做成烧烤 皇后 凌晨见到这一幕 立刻大喝了一声 集中生至地道 我知道凤凰卵被人带到了何处 什么 皇后立刻停止了对鼠黄的酷刑 旋即一双蜂墓即为森然地将凌晨给盯着 冷晨无比地带 你这个小贼 肯定是在欺骗本后 想要趁机救你的同伴吧 第三千三百五十六章苏醒 皇后 你不要乱来 你的子嗣就在我们手里 凌晨知道 这个时候说什么误会 不要乱来之类的话 都无济于事 不会免除皇后的杀鸡 现在只能将计就计 吸引皇后的注意力 否则 鼠黄必死无疑 你敢动这只肥鼠 只需要我传音一声 我的同伴便会将凤凰卵做成烤鸟蛋 凌晨大声恐吓道 皇后虽然依旧不太相信 但却信了一点点 毕竟关乎到她的子嗣 她不敢出一点点差错 根本不敢赌 生怕真的影响到自己子嗣的安危 暂时松开了鼠黄 皇后的眼神当中 充满杀戮之意 旋即她的目光 便落在了凌晨的身上 嘴巴张开 一道惊人的火焰光束便陡然飙视而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向着凌晨暴视而来 凌晨的面色默然一变 连忙闪避 但还是闪避不及 左胸挨了一记重创 被生生递急穿 出现了一个交互的血洞 凌晨默然一口鲜血喷出 但是刚喷出来的刹那 鲜血便凭空蒸发 变成了一团血雾 糟糕 凌晨的心中默然一沉 她没想到 这皇后一出手 便是杀招 险些便将她置于死地 若不是因为她拥有不朽神体 肉身极为强悍 只怕现在已经变成一团灰烬了 嗯 竟然没死 皇后的美眸当中 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惊讶之色 她的一击和其凶悍 连骨黄都能动杀 居然没有能够杀的死凌晨 这小子 究竟是什么来路 不过心中的惊讶只是持续了极短的时间 皇后的脸色便恢复了森朗 随后她便再度施展出了火雨风暴 狠狠地向着凌晨席卷而来 将凌晨前方的虚空 都给西树充斥 没有给凌晨任何闪避的机会 完了 凌晨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这皇后如此凶悍 连骨黄都挡不住 她怎么可能会是对手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 凌晨只能硬着头皮迎上 顾不上其他了 就在凌晨正陷入巨大的风险中 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之时 忽然间 凌晨的身前 却默然出现了一道极为窈窕的魅影 这道魅影在现身的刹那 便陡然抬其手掌 向前横急而出 扑斥 前方的火海 被生生地劈了开来 出现了裂痕 那等炙热的火焰 根本无法伤到凌晨分毫 凌晨面色微微一变 她的视线 陡然落在了前方的窃影身上 这道窃影气质绝伦 风华绝代 不是他人 却正是徐若燕 贴见眼前这道人影的真容之时 凌晨的脸上也陡然涌上了一抹狂喜 徐若燕 终于苏醒过来了 刚巧在这个节骨眼上 赶了过来 而且从徐若燕的身上 她似乎感受到了一股极为强横的气息 徐若燕的修为 应该是顺利了突破 达到了准地的层次 永恒准地 凌晨心中矩震 怎么可能 皇后面露金色 这方才那一下 可是她所释放出的杀招 足以将凌晨杀个十次八次 但最后却连徐若燕一根汗毛都没伤到 这突然出现的人族年轻女子 竟然拥有和她这个皇后抗衡的实力 此女 居然是一位人族准地 好小子 原来还勾结了一位人族准地 难怪敢闯进黄火洞来偷东西 皇后的怒火不降反增 她咆哮一声 手中陡然多出了一柄火焰黄枪 向着徐若燕所在的位置抱刺而去 火海自动让开出一条路径 火焰黄枪撕裂天穷 转眼已至徐若燕的面前 眼看便要刺进徐若燕的美心 然而就在此时 徐若燕的身形却是漠然扭曲 那一道火焰黄枪 陡然从徐若燕的身体透射而出 徐若燕的身体随即消散了开来 让得皇后的眼瞳猛然一缩 随即她感觉到身后忽然一阵寒意袭来 回过身去 却见得徐若燕一掌袭来 狠狠地拍在了皇后的背上 刹那间皇后仿佛如遭重疾一般 身体陡然飞了出去 口中喷出了一团灼热的血液 在和徐若燕的交手当中 皇后居然伤了 就连凌晨都吃了一惊 皇后是什么人物 那可是微正整的天狼星系的大人物 其能耐为人足准地所不能及 但是现在皇后却被徐若燕打伤 而且是在正面交锋之中 看来这一株远古凤凰神药 无疑是给了徐若燕相当惊人的提升 而皇后本人 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 她居然败给了一个人类的年轻准地 如此干脆利落 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刚刚对方的身体突然消失 仿佛进行了瞬移一般 先是从她的眼前消失 然后又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对她发动突然攻击 这明明是一系列的动作 可却像是一气呵成 在瞬间全部完成 持空之力 这个人类年轻准地 竟然对时间和空间的规则 掌控到了如此地步 恐怕比起寻常的大地 都要强上不少 同样身为大地的话 如果在时间和空间 这两种道上造诣极高的话 也会拥有比他人更为强悍的实力 而徐若燕虽然只是准地 但凭借着这等恐怖的时空之道造诣 怕是足以和人足大地相抗衡了 一念及此 皇后的心思便陡然一沉 如此棘手的敌人 即便是她这个黄火洞的霸主 都感到十分棘手 无法匹敌 只能现出本体了 皇后没有犹豫 面对着徐若燕如此强敌 她只能现出本体 才有可能和徐若燕一战 否则她必败无遗 没有任何的悬念 然而 就在皇后正打算现出原形的时候 忽然间 停手 凌晨的声音传了过来 视线当中 凌晨已是走了过来 来到了皇后和徐若燕的中间 见到凌晨插手 徐若燕也是停止了继续动手 凌晨见状 和徐若燕在眼神交流后 她便双眼淡默地望着正准备搏命的皇后 淡淡地道 皇后 我们不想和你死磕 凤凰之卵的尸蟹 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并是他人所为 你和我们在此处浪费时间 不是什么明智的决定 恐怕那真正的窃贼 现在已经逃得远远的了 第三千三百五十七张人质 然而凌晨虽然这么说了 但是皇后却并不买她的账 依旧是双目沉冷地看着她 你这个小子满嘴虚言 你当本后是什么人 还会信你这小子的鬼话 我有必要说谎吗 凌晨摇了摇头 现在可是我们占据着优势 何必一定要与你和解 只是我们的确没有偷窃凤凰卵 此事与我们无关 你若是再不去追真正的窃贼 只怕你就要和你的子嗣永远失之交臂了 听得凌晨这话 皇后的柳梅也是忍不住皱了起来 她知道凌晨说的没错 天狼星系的强者和其众多 一旦凤凰卵落入天狼星系之中 到时候想要找回来 那可就真跟大海捞针一样了 就算她一身实力强悍 堪比人族的准地强者 但她却还做不到在天狼星系中无敌 想要强行找回凤凰卵 根本就不现实 但是皇后却也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了凌晨一行人 你说的虽然有几分道理 但本后没有其他人的踪迹 只有你们的下落 所以你们的嫌疑最大 皇后的目光盯着凌晨 眼中的寒芒虽然少去了一些 但却依旧还是十分不善 除非你们能帮本后找到我的子嗣 如此一来 本后非但可以和你们化干戈为玉伯 这一株远古凤凰神药就当作白送你们了 而你们也将成为本后的朋友 如果你们不答应的话 本后就和你们死磕到底 即便引爆整座皇活动 本后也绝不放你们离开 听得这皇后如此坚决冰冷的语气 凌晨也是感到头皮有些发麻 看来今天这皇后是吃定他们了 无论如何都不肯轻易放他们离开 反而要挟他们要找到凤凰卵 好 我答应你 凌晨没有多想 便答应了这皇后的要求 她知道今日若不是不答应的话 只怕就走不出这皇活动了 虽说徐若燕暂时能够将这皇后给压制 但这皇活动毕竟是皇后的主场 皇后一旦真拼起命来 只怕他们逃不着好 徐若燕能一时半会取得上风 真想要在这皇活动中摆脱皇后 难度很大 好 那你们立刻去帮本后找到了子嗣 至于这纸肥鼠 需要留给本后当人质 说吧 皇后的目光便落在了皮肤焦黑的鼠皇身上 看得鼠皇的身体一阵哆嗦 不 本皇不要当人质 鼠皇连忙大叫 刚才她差点就被这皇后给做成了烧烤 眼下这老妖婆居然又提出要把她留下当人质 这老妖婆是吃定她了不成 小肥鼠 你被本后的烈火黄金给重创了身体 只有本后可以帮你恢复伤势 否则你一个月之内 必死无疑 皇后目光冷淡的盯着鼠皇 还是乖乖地当人质 否则只会死得很快 听得这话鼠皇当即就傻眼了 这事说来 她还只能继续当人质 根本就没得选了 鼠皇 你就在此处好好待着 凌晨本想着带着鼠皇一走了之 想不到这皇后居然早就考虑到了 要留下鼠皇作为人质 一旦他们要是赶不回来 鼠皇只怕就性命堪忧了 等我们找回凤凰卵 便来将你带走 也只能这样了 楚皇哭丧着一张脸 虽然百般不愿 却也只能默默地接受了 谁让她已经完全落入皇后的掌控中了 与其被皇后所遗留的手段搞死 还不如乖乖待在这里 你们赶紧抓到那的该死的偷弹贼 一定要替本皇好好地教训她一顿 楚皇恨死那的偷走凤凰卵的家伙 要不是对方偷走了凤凰卵 这皇后何至于如此愤怒 也自然不会牵连到他们 此时皇后也是手掌一番 取出了一道印记交给了凌晨 你们找到那个偷弹贼 便捏碎此符 知道了 凌晨点了点头 接过这一道火金石一般的印记 旋即便立刻转过身去 何徐若燕向着皇后洞外掠去 而在凌晨的何徐若燕离开之下 皇后的眼中便陡然闪过了一抹金光 旋即她忽然张开嘴巴 下一刻 一道极为威严的冰冷声音 便在整个黄火洞内转荡了开来 所有黄火洞内的火源兽 立刻封锁洞口 所有人类 一概不准放出洞去 这一道极具威严的声音传荡了开来 在此同时 皇后便双手结印 紧接着 整座黄火洞都在战斗 惊人的火源器疯狂席卷 在这黄火洞之中 从内而外地掀起了惊涛骇浪 此时 在那接近洞口的位置 一行人速度很快 看样子正准备离开黄火洞 为首的一名老者 若是凌晨在这里 一定能够将对方给认出来 这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那白银鼓族的二长老 而和他一起的 则正是那圣唐劫掠者势力的大首领等人 他们原本进入这黄火洞之中 完全是为了追捕凌晨 但是他们迟迟没能找到凌晨的下落 于是那白银鼓族二长老便提了个建议 去偷皇后的卵 凤凰之卵 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果然没有任何人反对 便都赞成去偷凤凰之卵 趁着那皇后产后虚弱 短暂昏睡的刹那 二长老和圣唐大首领等人悍然出手 将凤凰之卵给偷了去 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 如今凤凰之卵就在他们的手中 而他们却已经摆脱掉了皇后的视线 即将离开这座黄火洞 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一抹喜色 虽说没能勤拿凌晨 但是能得到一枚凤凰之卵 还是相当不错的 洞口就在前方不远 目光一直盯着前方 圣唐大首领的眼睛陡然一亮 那视线当中 无边无际的火焰和岩石之中 终于是出现了一道亮光 那是洞口所在 他们到出口了 只要离开了黄火洞 那皇后对他们的威胁就不大了 毕竟这就相当于鱼龙入海 皇后即便在神通广大 也不可能大海捞针 能够在天狼星系中将他们给找出来 也就是说 他们彻底安全了 然而 就在二长老和这圣唐大首领等人 离那洞口越来越近的时候 忽然间整座黄火洞却激烈地暴动了起来 第三千三百五十八张冤家路窄 恐怖的火焰波动 陡然从这黄火洞的极深处宣泄而出 万丈火浪疯狂席卷 以极为惊人的速度 向着二长老和圣唐大首领等人席卷而来 不好 二长老和圣唐大首领等人 皆是面色猛的一变 视线当中 那等恐怖的火浪已经迫近而至 逼得他们不得不全力撑起身体防御 以硬抗这股惊人的火浪 火浪从他们的身侧席卷而过 仿佛海浪一般 只不过这火浪并没有伤到这两人 他们只见得滔天火浪席卷而过 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席卷向了洞口 竟是将洞口给死死地封住 黄火洞的洞口竟然被关闭了 该死 眼见得这黄火洞的洞口猛然关闭 那二长老和圣唐大首领等人的脸色也是居然一变 他们连忙抱舍而出 想要逃离黄火洞 但是很可惜 他们却终究慢了一步 被一道火墙给拦住了 根本无法逃出这座黄火洞 皇后这个老妖婆 居然封锁住了整座黄火洞 白银鼓足二长老的脸上略显难看 看来这老妖婆是动了真怒了 恐怕已经封锁 封锁住整座黄火洞 这需要多么庞大的神力 也就只有皇后才拥有如此能耐 看来失去了子嗣 对于皇后的刺激非常大 对方这是铁了心要留住他们 不给他们逃走的机会 怎么办 黄火洞的洞口已经被皇后封锁 我们出不去了 圣堂大首领脸色有些难看 他做梦也没想到 就在眼看他们要逃出生天的时候 黄火洞的洞口突然关闭了 将他们的生路给生生扼杀 简直让人绝望 别急 这黄火洞肯定不止这一个出口 我们再找找 一定能找到离开的路 二长老并不信邪 皇后看起来似乎封锁了整座黄火洞 但其实不可能做到 黄火洞还有其他的缺口 皇后还做不到一手遮天 一行人立刻离开洞口 向着反方向撤回 准备去寻找黄火洞的其他缺口 然而他们尚未走出多远 便和两道人影撞上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突然出现的二人 不是别人 正是凌晨和徐若燕两人 在凌晨现身的刹那 他的目光便落在二长老和圣堂大首领的身上 眼中陡然闪过了一抹寒芒 果然是你们两个 偷走了皇后的子嗣 好大的胆子 凌晨 我们偷皇后的子嗣 关你屁事 二长老的眼神一沉 十分阴冷地看着凌晨 小子 你居然还敢管我们的闲事 老夫早就想解决你了 你来得正好 既然来了 就别想走了 旁边的圣堂大首领也是一脸喜色 看凌晨的目光 就仿佛是捡到了宝贝一般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闯 既然你自投罗王 可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圣堂大首领面色狂喜 觉得这是双喜临门的事情 没想到在成功盗窃了凤凰卵之后 居然还能遇到凌晨 要知道后者才是他们此行最大的目标 凌晨的价值 在圣堂大首领看来 就连凤凰卵都比不上 二长老和圣堂大首领二人皆是气势汹汹 双眼如同要吃人一般 将凌晨给声吞下去 下一煞 他们便悍然出手 二长老和圣堂大首领同时出手 脸色无比森然 朝着凌晨逼迫了过去 这两人 一个是古皇 一个是九重天神王 修为逼近古皇 等于是两位古皇同时对凌晨出手 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凌晨镇压 死来吧 小畜生 圣堂大首领眼中涌出一抹残忍 眼看着凌晨就在他的面前 就要被他毙掉 在他看来 凌晨已是在劫难逃 他要为圣堂二首领报仇 但就在这时候 凌晨身侧的徐若烟终欲动了 他只是极为轻盈地一步踏出 下一煞 他的身体便出现在了凌晨的前方 而后御守轻叹而出 迎向了二长老和圣堂二首领两人 找死 二长老和圣堂大首领见这小姑娘 居然敢正面迎敌 想凭借这软棉无力的一掌和他们对抗 这是在自寻死路 但是 就是徐若烟这软棉无力的一掌 和他们两人相接触的刹那 却是猛然一掌将二长老和圣堂大首领 两人给崩飞了出去 扑斥 两人几乎在同一时间 毫无悬念地一口鲜血喷出 玄机脸上便陡然浮现出了惊骇欲绝的神色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个年轻娇俏的小姑娘 居然一出手就如此惊人 他们两大爵士高手联手 竟是被对方给一掌拍飞了出去 这小姑娘是什么来路 然而根本没有理会二长老和圣堂大首领的震惊 徐若烟便再度悍然出手 她的身形移动 周遭的空间瞬间扭曲 而她的身形则消失在了原地 再度出现时 已是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那圣堂大首领的面前 圣堂大首领大惊 她连忙双手架在身前 做出防御动作 但却依旧晚了一步 被徐若烟给一掌劈中了胸口 砰 伴随着一声碎骨巨响 圣堂大首领的身体犹如流星一般坠落了下来 狠狠地砸在了洞壁之上 映出了一个人形的坑洞 小姐你是什么人 为何要帮助这小子 和我们白银鼓族以及圣堂劫掠者势力作对 望着狠狠倒飞坠落的圣堂大首领 二长老的嘴角陡然一阵抽搐 眼神之中充满了忌惮 奉劝你还是不要让自己陷入火坑 这小子是个大势力争抢的物件 就算你是准地也保不住他 二长老这话倒是没说假话 以凌晨的炙手可热程度 恐怕就算是大帝都会对他十分有兴趣 不排除有出手的可能 而且可能性很大 二长老 你一个被逐出白银鼓族的人 居然也好意思以白银鼓族的人自居 凌晨摇了摇头 今天你们两个都要葬身此处 这是为白银鼓族扫清败类 至于劫掠者势力恶贯满盈 那更是死有余辜 凌晨一句话 就仿佛给二长老和圣堂大首领两人判了死刑一般 只不过 执行死刑的人并不是他自己 而是徐若燕 第三千三百五十九章轻易灭杀 徐若燕的脸上 没有任何的感情波动 就好像是一位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一样 但在二长老和圣堂大首领看来 此女简直犹如噩梦一般 砰 又是一次神出鬼没 徐若燕的身体在半空中一闪 下一刻 她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了二长老的身后 在二长老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一掌踢在了二长老的脑勺上 二长老的脑勺被狠狠地轰爆了开来 脑浆四射 连灵魂都险些直接被轰爆 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创伤 二长老的眼神无比惊骇 她没想到 自己还是低估了这名女子的实力 对方一个照面之下 便险些将她杀死 这份实力 的确是准地无疑 而且是实力非常强大的人族准地 只是让二长老感到极为匪夷所思的是 这种实力的人族准地 放眼整个天狼星系当中 恐怕都没有几人 怎么凌晨身边正好有一个 而且 看这位年轻准地的关系 似乎和凌晨不一般 这让二长老愈发惊诧 这小子 竟然不知不觉中 有着一位如此强大的后台 并没有给二长老太多时间 徐若燕便拔出了腰间的配件 一掌翘脸上充满着肃杀 时空之力灌入健身之中 散发出无比伶俐的气息 二长老大叫不妙 惊出了一身冷汗 徐若燕这一剑若是斩下 只怕是神鬼无存 就算是他也必死无疑 然而 修的一声 徐若燕的剑茫茫斩而下 但方向却并不是他 而是另外一个方向 正是那圣唐大首领所在的方位 不 圣唐大首领惊叫了一声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剑居然会落到他的头上 根本没有任何悬念 徐若燕这一剑就披中了圣唐大首领的身体 将他的身体给一举劈成了两半 身体凭空裂开 圣唐大首领直接遭到了斩杀 连同神魂都和身体一同被斩 圣唐大首领死 眼睁睁的看着圣唐大首领被一剑斩杀 二长老害的亡魂皆冒 他的实力 比起这圣唐大首领强不了多少 许若燕能够一剑将圣唐大首领斩杀 那就说明对方也拥有着一剑将他杀死的能耐 望着圆处冷冰冰的徐若燕 二长老毫不怀疑 此女会对他痛下杀手 而且看对方一副又要运弓 即将动手的样子 他的面色陡然一变 在一阵惊骇交加的情绪后 他陡然一声大喝 似乎做出了决定 我交 凤凰乱我现在就交出来 你们放我离开 二长老终于害怕了 在徐若燕的面前 他知道自己毫无生机 只有交出凤凰乱来 才有一线生机 没问题 凌晨阁空望着二长老 点了点头 只要你老实将凤凰乱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二长老的神色阴晴不定 在变换了数次后 方才手掌一番 在其掌中 显然是多出了一枚两个拳头大小的红色巨蛋 一股极为灼热的能量波动 从这巨蛋的内部传了出来 此物 不用多说 正是那皇后的卵 凤凰卵 给你们 二长老的眼瞳中陡然闪过一抹森然 而后他忽然将手中的凤凰卵给打了出去 丢进了一处火海之中 凌晨面色一变 若是这凤凰卵被毁 皇后必定勃然大怒 到时候属皇可就危险了 当机立断 凌晨的身形便陡然暴闪而出 身体犹如流星一般 迅速地朝着那凤凰卵坠落的方向飞去 然而 凌晨终究是慢了一拍 那凤凰卵已是掉进了火山腹地 这让凌晨心急如焚 这凤凰卵 搞不好现在已经摔碎了 但就在凌晨心中凉嗖嗖的时候 从那下方的火海之中 一道极为窈窕的身影 陡然将那火海破成了两半 从中急速飞出 出现在了凌晨的身前 人影亭亭亭玉立 绝世倾城 取若燕身穿白衣 他玉手捧着那凤凰卵 俨然毫发无损 看着没有任何损伤的凤凰卵 凌晨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的视线 连忙向着那白银鼓足二长老的方向望去 不出所料 那二长老果然已经逃之夭夭 不见了踪影 对方刚才故意将凤凰卵丢出 只不过是为了借机会逃走罢了 可还能追踪到那老家伙的气息 凌晨看望了旁边的徐若燕 开口问道 二长老已经逃走 他是感知不到了 但对于徐若燕而言可未必 感应不到了 徐若燕摇了摇头 这是在黄火洞中 如若不然 或许还能继续追踪 那就算了吧 凌晨点了点头 这白银鼓足二长老逃走 的确会是一个祸害 但他的身边 现在有徐若燕这么一位准地大人物在 这白银鼓足二长老 无疑已经无法再对他构成威胁了 想不到远古凤凰神要对你如此有效 凌晨打亮了徐若燕两眼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看来以你的天资 很快就可以和云星那样 问鼎大地境界 没那么简单 徐若燕摇了摇头 我钻研的倒比较特殊 成就大地的难度注定比寻常人大很多 对了 云星在何处 怎么没见他和你一起 徐若燕顺口问道 我们走散了 凌晨将之前空间跳跃失败的事情 和徐若燕大体说了一遍 还有在徐若燕昏迷之后的事情 凌晨也一一告诉了徐若燕 包括他已经和夏云星成亲的事情 恭喜你们 听到这个消息 徐若燕似乎有些黯然 但他显然还是压抑住了自己的情绪 绝美碧脸庞上挤出了一丝笑容 向着凌晨拱手道贺 凌晨对徐若燕和其了解 当然能够察觉到后者此时心境的失态 当即他便走了几步 来到了徐若燕的面前 手掌放在了徐若燕那爵士亲力的面庞上 缓缓地道你放心 我和云星已经商量好了 等你醒来便立刻举办你我之间的婚礼 你们良以姐妹相称 这两个女人凌晨肯定都要娶的 不能漏掉任何一个 这件事情他早就和夏云星商量过了 至于徐若燕陪着他走了这么多年 应该不会在意这个 第三千三百六十章夺回凤凰卵 听得凌晨这话 徐若燕的翘脸上 陡然浮现出了一丝的羞奶 嗯 在片刻后 他便点了点头 小生地阴明了一声 看来是没有什么意见 毕竟他对凌晨是真心付出 经历了千磨万难 感情和其深厚 另一方面 夏云星一直在他们身边 彼此之间知根知底 而且夏云星好几次曾经为凌晨险些付出生命 徐若燕从心底深处 就早已接受了夏云星 将夏云星当成了姐妹 他知道 这一天早晚就到来的 凌晨定然不会只属于他一个人 听得徐若燕这话 凌晨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 他没想到徐若燕会如此大度 让他吃了一惊 同时内心又十分感激 走 我们先回去救蜀黄吧 在松了一口气后 凌晨便不再浪费时间 当即便对着徐若燕挥了挥手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现在蜀黄怎么样了 蜀黄的处境可十分不妙 若是时间拖得太久的话 难保陷入暴怒之中的皇后 会对蜀黄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来 徐若燕在轻轻地点了点头后 两人便陡然向着黄火洞的深处暴掠而去 肥蜀 看来你的人族同伴已经抛弃你了 他到现在都没有碾碎本后给他的印记 说明他要么失败了 要么就是已经逃出黄火洞去了 黄火洞的急深处 皇后的目光落在了蜀黄的身上 眼神显得十分冰朗 如果凌晨不回来的话 他将会毫无犹豫喷出凤凰之火 将蜀黄当场烧焦或者烧烤成一只烤肥蜀 不可能蜀黄摇了摇头 眼中浮现出了一丝决然 他绝不相信 凌晨会抛他而去 放任他在这里不管 以他和凌晨交情 对方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这小子肯定会回来的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蜀黄一口咬定道 李就对这个人类小子这么信任 皇后目光惊异地看着蜀黄 他实在有些理解不了 人类和妖族之间的友谊 在他看来 人族里面哪有什么好人 都是一些见利妄议的小人 而蜀黄的处境都已经这么危险了 居然还对凌晨深信不疑 这让他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那是当然 蜀黄心口说道 本黄和那小子 那可是兄弟 虽然他以前只是我的人宠 不过现在已经得到了本黄的认可 算是转正了吧 见蜀黄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皇后的眼神却依旧冰朗 他只是依旧淡默地望着蜀黄 道 那本后倒要好好看看 那小子究竟会不会回来 你们之间 到底是不是像你说的那般 是有真的友谊存在 本后决定再给你半个时辰时间 若是半个时辰之内 这小子还没有现身 或是他还没有捏碎印记的话 你就等着被本后做成烧烤吧 皇后咧嘴一笑 笑容十分冷酷诡异 随即舔了舔心红的舌头 道本后还从来没吃过烤全薯 而且还是像你这么肥的一只老鼠 堪比一只烤全羊了 味道肯定不错 听得皇后这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虎狼之词 蜀黄忍不住面色一变 连忙道 皇后娘娘 本皇的肉又老又粗 肯定不好吃 不如你放了本皇 本皇给你列来一头龙 给你做龙肉大餐 你觉得如何 对于蜀黄这般为了活命不择手段的行径 皇后却根本不加理会 而是封住了自己的耳朵 免得蜀黄一直在那叽叽呱呱 影响到他 半个时辰 很快过去 皇后的嘴角 陡然掠上了一抹十分残酷的弧度 笑隐隐地看着蜀黄 看来你的判断有误 你的人类兄弟不会回来了 蜀黄文言 脸色有些难看 凌晨这小子 该不会真和自己的小媳妇逍遥快活去了 不管他了吧 再等半个时辰 蜀黄虽然心中有些把两把两 但他却还仍旧对凌晨怀有一丝希望 能拖则拖 他可不想被这皇后给吞吃了 再等半个时辰 这小子一定在路上 他就快要到了 你至少要给他一点时间 否则一旦他回来看到本皇挂了 一定会勃然大怒 毁掉凤凰卵 到时候我们就两败俱伤 岂不是亏大了 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在冥顽不灵 皇后哪里会听蜀黄的劝解 身上的火光寸寸亮起 周遭的气温都随之上升 变得极为炙热起来 随着皇后双眼中的杀意上升 很明显是准备要对蜀黄动手了 他已经断定凌晨不会回来 而且这小子多半也不可能找回他的子嗣了 这些可恶的人类 没有一个好东西 他要先宰了蜀黄 然后杀出黄火洞去 在整个天狼星系中掀起血雨腥风 为他的孩儿报仇血恨 冷静冷静蜀黄案叫不妙 知道这老妖婆要下狠手了 顿时面如土色 连连吼道冲动是魔鬼 本皇的命很值钱的 你留着一定会有用 但皇后心意已决 痛下杀手 那一道铁血黄爪已经拍向了蜀黄的脑袋 助手 就在蜀黄即将命丧九泉之际 忽然间 一道略显焦急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 而后依南一女两道身影暴掠而至 不是别人 正是凌晨和徐若燕二人 你们可算回来了 蜀黄这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眼中流露出一丝狂喜 凤凰乱我们拿到了 凌晨抵达之后 二话不说 便手掌一翻 下一刻 那一枚红色的凤凰卵 便在其手掌中浮现了出来 吾尔 在贴见那一枚红色的凤凰卵之上 皇后脸上的森冷之意顿时消除 取而代之的 是一抹惊喜莫名的神色 凌晨见状 倒也没有任何的迟疑 便手掌一甩 将手中的凤凰卵给送了出去 凤凰卵犹如流星一般 向着皇后所在的位置 动射而出 皇后身形陡然移动 踏步向前 信手将那一枚凤凰卵给抓在了手里 脸上满是疼惜之色 不错